林小一那边的视频会议已经结束了 洪德丽这边呢 却一点都不知道 他睡了一觉的功夫 自己明显就又多了一块超级规模 足足价值20亿的地皮啊 睡得好爽 哎呀我去 说 就这一觉啊 足足是睡了两个来小时吧 他呢 才从李念威的这个大腿上爬起来 迷迷糊糊的 揉了揉 还有一些轻松的睡眼 就这洪德丽口水还没擦干净呢 就问道 哎呀 我说 哎呀 念威姐 几点了 小主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呢 我看你睡得很香 就没有叫你 李念威呢 永远都是那副温柔的表情 他看洪德丽的眼神啊 就好像是一个大姐姐 在看自己最宠溺的弟弟 啊 啊 快两点了呀 哎对了 那个 欣欣和小姨呢 啊 洪德丽是甩了甩头 啊 这恢复了一下精神 之后说的 要不说 咱出去玩会儿去吧 最近有点闲得无聊啊 哎 哎对了 先下楼看看去 嗯 好的 那 我这就叫他们过来 李念威是拍了拍大腿 啊 站起身子 虽然呢 是保持着这个 坐的姿势 让洪德丽躺了两个来小时 不过李念威已经习惯这样了 再加上 他之前也一直用手机在看小说 所以腿并没有那种被躺时间长了的刺马感觉 啊 很快 唐红不新 李念威以及林小一等九大狗腿就位了 萨摩笑笑和小老虎钢蛋 啪啪也都给抱起来了 洪德丽呢 是长长的伸了个懒腰 之后 啪 打了一个强指 哈哈笑道 出发 啊 咱们呢 去到处转转 看哪好 咱就画圈去 啊 哈哈 他这么一说呀 啊 唐不新就知道了 今儿 肯定又有人被天上掉的馅饼 给砸脑袋上了 果然 洪德丽带头就开始下楼 从九楼呢 下到八楼 啊 这直接是到了终点中文网的总部 一进门啊 这历史就有员工看到他们 这呼啦啦的一大群人 那员工呢直接就站起来了啊 哟哟哟哟哟 少主好 少主辛苦了 你妈 这财神爷家到 那马屁 自然是要滚滚而来 嘿嘿嘿 我去 不错啊 眼力见不错 上 洪德丽是各种酷霸呀 这潇洒的一挥手 一千 啊 每个人一千 于是啊 这三大男狗腿啊 就冲上前来 女狗腿呢 抱过了点钞机 啪啪啪啪 就开始点钱 这动静一起啊 里面这个 众员工全冲出来了 哎呀 少主好 少主辛苦了 少主快里面请 嘿嘿嘿 哎呀 这嘻嘻哈哈的 一路是说说笑笑 本来嘛 以洪德丽如今的这人群 绝对是走到哪 都容易遭到围观的主 可是在这就不一样了 他还没怎么出名的时候 这些人就开始跟着他 如今出名的呢 那种实际的震撼感 也没那么强烈 就算是洪德丽 把玄武大鬼给弄出来 他们也没觉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实际上啊 要是洪德丽呢 搬个飞碟进来 说这是他在马路边上捡到的 这帮人都绝对不会怀疑 这就是属于洪德丽似的奇迹 他们就已经习惯了 哎 哎呦 少主到了 来来来 快快快 里面行 里面行啊 中文网的总经理 老杨 从里面直接是冲了过来 一见洪德丽啊 就开始往里面扯 少主这段时间不见 看着可比以前精神多了 快快快 里面行 里面行 说话 跟这位动不动酒肠小肺的 这个少主办事 那心情就是不一样 一众人呢 是进了大会议室 洪德丽党人在会议桌前 坐了下 洪德丽是笑着问道 那什么 最近这边怎么样啊 有什么好的小说出现没有 啊 来 来两本 对于他来说呀 书占赚钱不赚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于 有没有好的小说看 反正如今系统升级 已经是一百万位单位了 就这中典中文网的消耗 有点跟不上了 可是 杨总哪知道这些呀 他还在那边高兴的汇报呢 这 回少主啊 目前又有几本小说 很受欢迎 风格呢 与少主之前选择的几人 又有些变化啊 都是好书 目前盟主之类的好几个了 收藏也已经有好几万了 少主要是感兴趣啊 待会儿我就叫秘书 把这个地址给您弄好 给您加到书架里 好不好 好啊 这个好 这个好 作为一个这个资深的书锤 那五个人每天更新的 压根就不够他看 这这写书和看书的速度 那是几何程度的比例 作者可能是花一个小时 写出两三千字 这读者快的啊 三五分钟 慢的 十分钟也就看完了 所以 洪大利白天实际上是 没多少时间看书的 你看 如今又有新书出炉 那自然得好好看看 所以 洪大利是果断的说到 嗯 行 回来呢 先给他们几个刷点盟主 然后再看看写的好不好 啊 好嘞 没问题 对了 少主 您的那些同学 已经给不少打赏了 到时候 少主 您看心情就行 心情就行 这杨总是恭敬的 那 那 当然没问题了 啊 洪大利是直接的点头答应 之后问道 哎 对了 那个会花钱的人呢 叫什么来着 什么来 哎 对 哎 不 忘了 他人呢 啊 少主 您是说那个张文阳吧 啊 是是是 是这样 这个张主管呢 上午就出去办事去了 按他的说法 是去研究研究 怎么帮少主花花钱去了 算算时间 应该差不多该回来得了 啊 要不怎么说这时间巧呢 啊 杨总这话刚说完 就听到外面 传来一阵大叫 哎呦 我 少主呢 少主呢 好消息啊 大好的消息啊 然后 一个人是旋风一般的就跑进来 这气喘吁吁的 啊 那人呢 穿戴拉扯 头发凌乱 皮肤有黑 看上去 还更是像个一个这个工地搬砖的工人 谁呢 正是会花钱的张文阳 张主管 哎 有这货啊 在这当了这么长时间的主管 要别人 早就把自己弄得人模狗样的 他可倒好 还是那样 不过衣服呢 确实是 啊 少了点 好了点 只不过那依然是穿出了工人的效果 没变 哎 我去 怎么的啊 有什么好消息 哎 说出来听听啊 这一货花钱的本事 一点也不差 红的力表是相当期待 说说 这回这效果怎么样啊 哎 哎 好事 绝对是好事 张文阳是喘了几口气 笑道 少主 我帮您联系了一个剧组 专业拍电影的 其实本来嘛 这个倚天屠龙之大江湖的剧组更好些 不过他们短期内是忙不过来了 我就只能帮少主您联系个别的公司 哎 对了 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叫啥 我也忘了 反正实力挺强的 嘿 这不会是红的力的败家班底啊 那跟红的力一样 糊涂 哎呀 好小伙子 啊 这这这可真不错 好样的 那你说拍什么电影呢 啊 红的力是哈哈大笑 啊 给张文阳 既然敢去找电影剧组 那自然就是准备好 急忙回到 那个少主 目前咱们网站的书 人气火爆呀 就就就这每天的点击啊 推荐的哗哗往上窜的 我就合计着 咱们实在不行 就就拍玄幻片吧 你看这演员的武功 飞天顿地的 场面劲宝 那效果肯定好 对不对 这红的力眼睛都亮起来了 哎 我说 烧钱吧 哎呦 烧啊 张文阳是狠狠一点头 哎呀 唐木新在后面 啪 一拍脑门 这这这就是标准的损友啊 有没有 红的力是直接拍板 干了 必须干了 这样啊 你给我找最好的编剧 最好的导演 最好的灯光演员 什么都要最好的 你规摸着 大约 要多少钱能够啊 啊 张文阳啊 哪是掏出计算器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顿案啊 哎呀 稍住 我我我研究一下啊 呀 两千万 准够 你听这数字 杨总在心里大叫我 你嘛 哎 我去 这个好啊 这个好 红的力是狠狠的一拍大腿 两千万的 这个钱砸进去 咱就能换一门系统的分类了 你看 科技技能 生存 想想都很给力啊 有木有 不过呢 红的力又有点蛋疼 那还有个两周内败家一千万的任务跟着呢 这任务完不成后果很严重啊 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啊 看来还得找别的烧钱的技能 光这个明显不够啊 红的力是摸了摸下巴 之后呢 交代张文阳 啊 我说那个 老张啊 你呢 先继续联系啊 找最好的编剧 最好的灯光演员 不然没意思 知道吗 哎 我明白 给少主办事 必须找最好的 嘿 我去 这话我爱听啊 嘿嘿嘿 红的力表示啊 相当满意啊 这个时候呢 一直在一旁听着的唐木新 可怜兮兮的呀 拉住了红的力的袖子 大力 我 能不能也客串一下呀 拍电影呢 两千万投资的电影 我也想客串 可以 必须可以 咱家心心都发话了 那必须没问题啊 对对对 都来啊 都来 念微姐也来吧 那个念微姐上大屏幕 那绝对该理 嘿嘿嘿 哎呀 一听这个 杨总直接就会了 不用问 就凭李念微和唐木新 这俩人长相 这电影 想不活都难 成了 好了老张 等你那边那个 都定下来了 咱们这就准备搞起 我呢 先去楼下看看 我家子萱妹妹 这游戏玩的怎么样了 话说这几天 我都一直没去呢 啊 红的力士站起了身子 临走前呢 洪大力还不忘 再当一次散财同子 哎呀 我跟你说啊 今儿心情不错 啊不错 美人再给一千 哎呦 公送少主 谢主龙安 啊 谢主龙安 杨总是大头高呼啊 于是呢 洪大力一群人 是浩浩荡荡的 可就出了门了 啊 上电梯 静字下楼 陈辉大厦的 这个三楼 一到大门 洪大力就看到了 大门前那块 金光闪闪的招牌 网络游戏 电子竞技总部 就那块招牌啊 足有三四米来长 秉承了洪大力 最喜欢的豪华 整个招牌上的字 那都是镀金的 冷脸一瞧 那绝逼是能亮下人的 二十四K太和金狗眼 我去 哎呀 问一下子 谁弄的呀 就这招牌 这么给脸 我这可以 这洪大力是没玩眼笑的 林小一呢 在一旁说道 这个是子萱姑娘要求的 她说少主 您是个败家子 那就得有败家子的派头 于是就弄了这么个牌子 一听这个 唐沐欣在一旁 亲意的呀 这个小败家丫头 等待会我看到她 肯定掐她 洪大力倒是不在乎 马豪不在乎 反正她是随心所欲的 压根就没当回事 直接就往里面走 哎 哎 这话听着还不错啊 咱看看 这是怎么样的 一进门 就这里面啊 是相当宽阔的一个大厅 东西呢 已经是有了不少了 可是看起来 还是有些空荡荡的 这粗略看上去吧 大约 有一百来台电脑 每台电脑面前呢 都有一两个人 有的在打这个游戏 练习手感 有的则是在低声讨论 看起来相当正经啊 洪大力是点点头 嘿嘿嘿 不错啊 不错 起码这气氛是挺好的 不错 哎 这说起来呢 爱玩游戏的 一般都有不爱说话的特点 这里呢 就算是在交流的 也都是声音不大 人数虽然是很多 但是却一点都没有那种 闹闹哄哄哄的感觉 更多的 则是戴着耳机 在专心的玩游戏 是也 洪大力这么一大群人进来 看到他们的 居然是没几个 那你要不怎么叫宅男军团呢 对不对 对于他们来说 这游戏里面的激烈厮杀 那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了 还是有那么一两个眼尖的 是吧 一看到洪大力这群人 啪就跳起来了 干什么的 你们是干什么的 黑社会啊 别别别别别过来啊 我可告诉你们 我们老板是少主 别过来 这洪大力 顿时就被逗乐了 小伙子反应挺好啊 那个 那我问问你 我问问你 这个 你看我是谁啊 你 你是 我 说实话 洪大力他还真没见过 不过 他见过李念威 你是李念威小姐 兄弟们 李念威小姐来看 怎么了 感谢天 感谢地 有生之年 我能见个活人 我呀 太感动了 羞羞的 一看这个 洪大力瞬间都无语了 他是真恨不得 一脚把眼前这货给踹死 话说了 这个成片玩游戏的宅男的 就这点不好 沟通啊 有点不是那么通常 此时 这边的动静 已经是惊到了 整个大厅里面的人 众人是纷纷的扭头看去 一看到李念威 顿时就跟那老鼠 看到包米粒似的 眼睛都放了光了啊 扔下耳机 就冲上来 念威小姐 我是你贴本啊 我呀 给我签个名好不好 念威小姐 有生之年 我居然能看到你 我 我 我真是 太幸福了 嗯 嗯 哎 我就知道 跟着少主混 那果然是吃香喝辣呀 这是我一年的膝盖 请收走 那洪哥李继续无语 这帮怪胎 啊 给小老虎刚那 我一看这场边 这怎么着 啊 又站场子是怎么着 登记是 有什么叫李继续 他也被吓了一跳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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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你了 这时 终于是有这个脑子灵光点的 想起来洪大利是谁了 赶紧给洪大利请安 你是大力少爷 你是少主啊你啊 我记下来了 对对对 就长这样 卧槽 不是你这反射壶 是不是太慢了点啊 听得眼前这人就是少主 这群人沸腾了啊 少主 你是我偶像啊 真的 我每天看到你 我都羞羞的 对对 少主 我最爱的嘴嘴呀 我最爱的嘴嘴呀 少主 那个下期的万万没想到 什么时候发布啊 这问这问那的 都一而足 反正是问什么的都有 红的利呢 干脆是一台手 行了 别废话啊 赏 美人两千 哎 这要打赏开路 那就是不一样了 只是一瞬间 这帮成天玩游戏的宅男就疯了 谢少主 对对对 还是少主给力啊 以后就跟着少主吃下喝辣了 啥也不说了 少主 你指哪 我们就打哪 谢主龙恩呢 也不怪他们这么开心 你想啊 他们平时能从家里要个几块钱 几十块钱的生活费 那就算好生活了 谁叫这个世界的人们对游戏不怎么待见呢 所以这一听过 一见面就发两千块钱小费 顿时啊 全部啊 这个哭嚎起来了 疯了 等所有人给发完了钱 洪德利呢 这才是笑呵呵的问道 哎我说 你们都哪人呢 不全是咱们本事的吧 啊 我我我先我先说吧 我我我 我是东北那个啊 的呢 还有我 我是 俄瑟苏北人 啊 我是俄瑟苏北人 啊 我 还有我 还有我 我是川南那片的 哎 川南 川南 我 哎 居然全国各地都有啊 红德利是双眼发亮 哎 你们都是龙羽大陆的玩家呀 啊 是啊 啊 提起这龙羽大陆 这帮人可是有的说了啊 我我们就是啊 在游戏里看到公告了 我可是游戏发烧友 这这就跑过来了 啊 紫萱妹妹说呢 在在这玩游戏 还有工资呢 我就我就干脆住这了 我 我也是 我也是 哎 不过 紫萱妹妹好厉害呀 打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 嗯 呵呵呵 好厉害 而且 长得也漂亮 呵呵呵 是啊 哎呀 这人跟人呢 真是比不了啊 我只能是打掉 紫萱妹妹六分之一的血 那只有六分之一 勉勉强强吧 哈哈哈哈 可以啊 可以 你哈哈 那不必须的吗 咱家紫萱妹妹很厉害的 话说能打掉她六分之一的血 也不错了 啊 红德利是哈哈大笑 之后问道 哎 对了 紫萱妹妹呢 在哪呢 啊 啊 那个 紫萱妹妹呀 在紫萱小姐的画室 看画画呢 啊 对 对 这个 我我跟你说 说说 紫萱小姐画出来的人物 可好看了 啊 红德利等人是对视野 当即说道 我去 可以 走走走 咱们都看看去 啊 话说我也不知道 我这紫萱姐姐现在变啥样了 啊 于是啊 众人是呼啦啦的 就往里面走 啊 很快就到了 金紫萱的画室门口 再往里啊 这地方不够大 啊 众狗腿呢 是挥退了一众玩家的这个宅男 之后 红德利等人是直接的进了画室 这画室啊 不大 大约也就是百事来平 里面摆满了石膏像啊 各种各样的模型啊 画件 画框 油画染料 画笔之类的 这红德利啊 是放眼望去 很快便看到两个女子的身影坐在里面 正聊天呢 其中一个呢 小一些的一身紫衣 粉雕玉琢的 极为的漂亮 可爱 甭问 那自然就是林子轩了 大些的那个 这身材比例堪称完美 一身的白衣 那自然就是金子衫了 你还别说 他这手术看起来呀 相当成功 如今不能说是祸国殃民吧 至少也是一个能打80分以上的美人 只不过因为手术的关系呢 目前这面色呀 还是有些红 想来应该是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毕竟这种手术不是那么快就能好的 呀大力哥 你来了 一见红的力过来 这林子轩巴巴的就赶紧跑过来了 一把就搂住了红的力的胳膊 这小丫头 最近心情明显不错 大力哥 我跟你说啊 那个紫衫姐姐画的画可好看了 大力哥 你快来看看 好好好 这红的力是走了过来 金子衫呢 是赶紧的起身打着招呼 少主 别别别 不用起来 不用起来 我就是随便看看 啊 哈哈哈哈 这红的力呢 是笑眯眯的 看了看金子衫的脸 哎 这回才对套路吗 哎 紫衫姐 你现在好漂亮啊 哈哈 就是这印痕还有点红 再养段时间就行了 啊 哈哈 你还别说 啊 就此时的金子衫来说吧 终于是有了一丝女神的气场 说起来 他这个年纪啊 大约是23岁啊 跟李念威相当 不过李念威呢 是属于台下玉姐 台上女王 哎 就这个金子衫呢 是属于那种 呃 小家碧玉的 身材 那没得挑 长相呢 稍微是差了一点 不过也有限 也差不了太多 不过起码是放在人群里 是回头力极高的那种 那这可了不得了 啊 小主 够奖了 如今这金子衫 已经是没有了之前的那种 严重的自卑感 女人嘛 对于长相那是相当在意的 啊 现在脸上这印痕一去 整个人这惊喜神啊 都不同了 微笑着说道 啊 那个 这个是我这几天画的人物 小主可看看 还喜欢吗 哎呀 他画的人物可多啊 各种各样的都有 有龙女大陆里面的各职业插画 啊 有武侠类的侠客美女 也有半兽人半人马之类的 还有中国古代的将军 这每一张画啊 都是各有特点 就这么二十多个人物 毕竟是风格完全不同 这个叫红代理是相当惊喜啊 嗯 啊 好 好看 哎 我说啊 紫山节你画的这么好看 要是不用起来就有点可惜了 可是 该怎么用啊 这这这这个 就有点问题了 啊 红代理的直觉啊 是想叫这个金紫山 把地球上的各种经典漫画画出来 像什么七龙珠啊 是吧 像什么灌篮高手啊 啊 什么圣斗士星矢啊 什么海贼王啊 等等等等等等 就凭红代理脑子里的这些创意 啊 这些漫画随便画出来一部 就足以吸引所有青少年的眼球 红透半边天 那是必须的 啊 哎呀 可问题是有一个 那就是 红代理自己不会画呀 剧情呢 他也记不大清 这个就叫他很郁闷 说白了 漫画这东西啊 跟拍电影 写歌曲不一样 你看啊 这电影可以胡乱的拼凑 是吧 就比方说呢 他用这个金庸老先生的那几部 长篇小说中记得清楚的情节 这拼到一写 改一改就可以用 万遍不离其宗啊 歌曲 他能记住这个歌词和曲子 好歹是也能哼哗两句 可是这漫画就不行了 啊 这每一部漫画呢 都有自己的画风 啊 你说用这个七龙珠的画风 画灌篮高手 明显不合适 再一个呢 就是这画漫画啊 剧情都很长 红代理也记不清楚啊 最淡疼的是 这玩意儿不是砸钱就能好使的 他最多只能是说出个大概 啊 这个 这有有有点问题啊 有点问题 红代理呢 暗暗哼哼半天啊 也没哼哼出个所以然来 等到他无意中翻到一张 人物设定的时候 我 猛然是双眼这么一亮 惊讶到 可 这不是 德马西亚之力吗 好家伙 啊 这画面上的人物 就那厚实的肩膀 金色的短发 刚毅的五官 尤其是身上的钢铁盔甲 和手中的巨大长剑 那怎么看 怎么像是红代理在地球玩着 那个风靡了全世界的网游 英雄联盟中的德马西亚之力啊 这德马西亚之力啊 本名 盖伦 英雄联盟中 无可争议的新手首席的使用角色 当然了 更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永久免费 德马西亚之力 那是什么呀 啊 听到红代理说出这个词语 啊 这抱着他那个胳膊的林子轩呢 是好奇的问道 大力哥 你说的那个什么德马西亚之力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讲一讲嘛 林子轩这么一说 其他人也都是好奇的围了过来 这个德马西亚之力 是吧 嗯 咱你你你你 是这样吧 啊 红代理是摸了摸下巴 努力的啊 记起自己知道的消息 我跟你们说啊 要说这德马西亚之力啊 哪可是有的说了 他是英雄 是统帅 哎哎哎 咱们坐下说 坐下说 省着累的祸 啊 这于是啊 众人是全部拿凳子的 拿凳子 拿笔的 拿笔去 就等着红代理开始给大家伙讲故事的 我跟你们说啊 要说这德马西亚之力 那就得从他生活的大陆开始讲起 啊 红代理是兴奋的从头开讲 这个 他这个大陆啊 名字叫瓦罗兰 在这片大陆上 共有两个国家 一个呢 叫做德马西亚 另一个叫做诺克萨斯 其实说起来呀 红代理在地球的时候 也玩过一段的这个英雄联盟 结果没玩多久 就穿越了 啊 当然了 这个呢 并不影响他知道德马西亚之力和诺克萨斯之手 所以也就知道了这个德马西亚和诺克萨斯这两个国家 这红代理啊 是接着还讲 在这个瓦罗兰大陆 那虽然人们对德马西亚的军期呢 存在一些争议 但是相同点是所有人都很尊敬他 那无论是平民呢 还是这个士兵都是严格遵守着零容忍的准则 这就意味着在战斗中 德马西亚的军队永远不会找借口 拖子逃跑或者投降 而盖伦呢 这位拥有德马西亚之力头衔的英勇的勇士 就是军队的楷模 成千上万的英雄 在这德马西亚和诺克萨斯的战场上 欲血奋战 战死沙场 在他们两国的军旗下 盖伦遇到了和他旗鼓相当的对手 不祥之认卡特琳娜 那些参与战争啊 且幸存下来的士兵们认为 当时的情况是 盖伦和卡特琳娜的对战 不像是在战斗 更像是在跳舞 哇 这洪大利讲到这儿 唐木新呢 是第一个问道 戴利 那他们俩最后在一起了吗 好可怜啊 气鼓相当的对手 这么浪漫 要是不在一起 真的是太可惜了 一听他这么说 在场所有的女人都是猛点头 要不怎么说呢 这女人跟男人想问题的出发点呢 不同 那三名男狗腿呢 想的则是 这战争到底是哪边赢了呀 对啊 这真是哪来的传说故事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以及 大利少爷就是牛逼 随便编 都能编出故事了 牛逼 他俩呀 红大利是摸了摸下巴 笑嘻嘻的说道 我也不知道 最后再没在一起 喂 大利哥 你真坏 那就叫他俩在一起吗 我不管 那大利哥 后面呢 这林子轩是撒着叫 后面啊 后面 这红大利是积蓄讲 你看啊 于这个卡特琳娜的一战 是盖伦生平第一次 气喘吁吁的从战场归来 甚至有人认为啊 他是贪图这卡特琳娜的美貌 才没有发挥出全力 那帮人太坏了 应该把他们全部拖出去打死 这唐沐昕是撅起小嘴 他也会红大利的这句话 就差说枪毙有分钟的了 哎 大利哥 那 那然后呢 林子轩是着急了呀 然后啊 是这样 这有不少人认为呢 盖伦并非是因为实力悬殊 才没赢得战斗 这流言是猛于虎啊 一个两个人说 没事 这说的人一多假的 就变成真的了 所以打那以后 每次和卡特琳娜切磋 盖伦都努力的战斗来证明自己 啊 作为这个德马西亚的道德规范 盖伦从来不回应这些传言 因为他知道 别人是无法理解他的 对于真正的勇士而言 寻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 那就是他的动力 如此美丽与众不同的对手 证明了他存在的价值 这些话都讲完了 洪德力呢是耸了耸肩膀 酷酷的说道 你看啊 这盖伦的前线战略就是呢 杀敌的最好方法 就是连他身边的人一起砍翻了 哎 这个就是号称当时的这个军纪 牛逼吧 哇哦 林子轩听的是热血沸腾的 那大理哥 你讲的这故事是从哪听来的呀 这是动画片 还是漫画 还是小说啊 其他人呢 也纷纷表示好奇 金子山毕竟是搞这个专业的 惊喜的说道 哎 少主是想说 这可以画成漫画吗 我可以把少主讲的这故事 改编成漫画吗 啊 这个 洪大利是摸了摸下巴 哎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其实呢 这个也就是我在学校无聊的时候 弄的一个设定 改成漫画 我觉得这个有稿头 啊 画地球上的那些经典漫画 是吧 洪大利估计自己是指导不出来了 毕竟嘛 那些漫画看了这么多年 那有的都看了十来年了 自己都记不清楚情节 甚至就那个最火的海贼王 洪大利都想 叫地球那边的同学呢 把后面的烧给自己 啊 当然 如果可以的话 不过那些好像是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 电话打不通啊 要是真搞一个瓦罗兰大陆的故事 哎 你还别说 好像是还挺有希望的 哎 对了 不光是瓦罗兰呢 还有别的呢 洪大利这脑子里是灵光 一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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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别说 这说起来我还真有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 这洪大利的好主意啊 那都可以说是金点子 你看啊 从满夜来乡 给李念威开演唱会 到我是歌手 万万没想到 这随便拿一个出来 那都是打转的节奏啊 一听他又有点子了 这大伙顿时就来了兴趣了 哎 少主 有什么好点子吗 大利 你快说呀 我最讨厌掉人胃口了 大利哥 是游戏吗 嘿嘿嘿 哎 这样啊 这点子可绝对不错 只不过呢 目前 我只能是执行一半啊 一半就一半 是吧 洪大利呢 是一咬牙一跺脚 哎 对了 子山姐 你呢 多画点人物 我这个点子呀 是咱们做一款游戏 游戏 目前咱们没那么多的编程人员 不过 你可以先做人物设定 啊 人物设定 成 这个我擅长 金子山是点点头 哎 那少主 都有什么要求吗 嗯 要求的这样 三国时期的猛将 什么周瑜啊 陆逊啊 关羽啊 张飞啊 赵云啊 吕布之类的那些武力高的全要 画的越威风越好 这个没问题吧 啊 洪大利是满眼期待的看着金子山 哎 你还别说 这个主意 绝必是非常非常好 没问题 这要说啊 这金子山画漫画的功夫 那可绝对是不差 自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还有吗 嗯 这个 还有 那那些兽人了 矮人了 精灵了 元素生物了 就是这些奇幻方面的呢 有没有问题 洪大利又问 嗯 那些也没问题 我想应该是能画得出来的 先信我 金子山是微笑着点点头 他对自己画画这方面 相当自信 好 好 最后呢 你在画些神兽 就是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生物啊 之类的啊 洪大利是笑嘻嘻的说道 那这些呀 就算是我要弄的这个新游戏的人物设定 哎 我说自然姐 你要是真能弄出来 那你就厉害了啊 能为少主效力 是我的荣幸 如今是恢复自信的金子山 那是相当优雅呀 那我这就准备准备 晚上就开始画吧 哎呀 不 不着急啊 不着急 别累着就行 反正呢 咱们也不着急 对不对 啊 洪大利是笑嘻嘻的安慰他 这个时候呢 一直在一旁听着的林子轩 有些迫不及待了 但利哥 你要弄的这款游戏 叫什么名字呀 是皮肥型的游戏呢 还是探险型的 还是都有啊 这款游戏呀 啊 这这这这这个 洪大利眼睛都冒了光了 咱就叫梦刀塔联盟 怎么样 这名字怎么样 嘿嘿嘿 提起这个英雄联盟啊 那自然就不能不提起 地球上的三款 类似的游戏了 梦三国 刀塔 英雄联盟 这三款游戏都是一样的三条路 推加的游戏 在这边 洪大利想要完全的复原这款游戏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不耽误他有这个创意呀 你看人物设定 想不全 那不怕 有金子山姐姐给划设定啊 游戏架构 呸 直接是拿钱砸 别的不说 这么简单的游戏制作方面 洪大利相信 只要是遇到合适的游戏制作团队 拿钱砸 绝对是能砸出来一个 没有漏洞的游戏程序 那剩下的 无非也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哪都不是事 反正不着急 呃 名字呢 是好名字 反正我也不懂 不过 呃 这一旁的唐沐欣 用手指头 点了点嘴唇 说道 大利亚 你说的这款游戏 真的能行吗 你看你这 行不行 我哪知道 嘿嘿嘿 别人爱玩不玩 我才不管 这款游戏做出来 我觉得好玩就行 嗯 啊 这这呀 咱就先按照五千万的成本来吧 嘿嘿嘿 小把他给乐的 五千万呢 五十个属性点 啊 然后洪的力就有点郁闷了 这游戏制作团队可不是路边的大白菜 那不是随便说能找就能找到的 就比方说 柳明信的龙语大陆的制作团队想挖掠 想都不要想 啊 五千万 那得是多大的游戏啊 你还没说这游戏是什么样的游戏呢 不会 就是因为有这个想法 就想砸钱进去吧 唐武新是彻底惊了 这败家也不能这么败家呀 那你还别说 啊 提起这游戏啊 林子轩是最感兴趣的 就这小丫头啊 是乖乖的 给洪的力拿来指和笔 大力哥哥 好哥哥 你快讲讲嘛 要是真的好玩 我 人家 就给你看人家的小奶奶 啊 林子轩是偷偷的 把嘴凑到洪的脸边 好想 小小小 小奶奶 我泥嘛 不是你这小丫头不学好是怎么的 啊 这洪的力转过身子 啊 就是一顿猛掐呀 什么什么小奶奶 小赵这儿都不行 是吧 哎呦 快点讲 快点讲嘛 林子轩的小脸道 啊 那变成了各种形状 可是关心的 还是游戏 人家好奇吗 你快点啊 行吧 那 我我我 我就开始讲了啊 我讲了 这洪的力啊 当即就开始在纸上 画图 啊 就是要说呀 就就他这画图水平呢 是吧 这真是没法看 歪歪扭扭的 勉勉强强 你就只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正方形 啊 这个 别看图啊 就就看意思 这个呢 就是瓦罗兰大陆的战场 下面这家呢 就是我之前说的诺克萨斯 上面这家呢 就是德马西亚 啊 就 就是这么一个正方形 林子轩的眼睛 看的都愣了 然后 一大群人就在这地图上 来回打压 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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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这么说啊 不能这么说 洪的力呢 是摸了摸鼻子 这 要这么说 不是一大群 是一边呢 五个人 说着 他在这正方形上 歪歪扭扭的画了三条道 一条河 这就代表着 是那个地图了啊 就这个三条道呢 就是双方出小边 走的路 中间这条河呢 很讲究 里面啊 有草丛 有死角 这周围的地方呢 有森林 还有野怪什么的 哎 啊 哦 林子轩不会是游戏天才 那很快就明白了 这样 地形一复杂起来 那就有很多样的变化了 是吧 啊 这小丫头呢 伸出手指指点点的 大理哥 你看 这里安排些野怪 是不是杀了就有些 小浅浅什么的 聪明啊 这其实呢 就是一张地图 那就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正方形 不过啊 这里面的说道 那可多了 就比方说啊 这个草丛 你控制的人物走进去 对方就看不到了 可以阴人呢 你想啊 你们这边啊 好几个人藏在草丛里面 然后对面傻乎乎的 就过来了 呼啦一下 嘿嘿 然后呢 洪的力是补充道 哎 我跟你们说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草丛三剑客了 哈哈哈哈 好玩 好玩 听洪的力讲完 这林子轩呢 是哈哈大笑 那肯定是能把对方给吓得半死吧 大力哥 这游戏好 那得练多少集才能玩啊 多少集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啊 直接就能玩 嘿嘿嘿 这洪的力呢 是摇头晃脑的说道 我跟你说啊 这申请个账号呢 就能参加战斗 哎 不过对战嘛 还是得分个这个 等级制度 是吧 那就得是这个青铜 白银黄金白金钻石 这五个级别就行了 每一级别呢 再分个五级 嘿嘿嘿 够他们慢慢往上爬的了 啊 哇塞 林子轩是惊呼啊 那 那我一定要打到钻石 就目前洪的力 给出的这些消息 已经是相当有味道了 啊 简单 粗暴 有效 就是PK嘛 简单的PK 申请账号进来就开打 而且 因为这个 地形复杂 啊 这就得讲究这个战术 唐沐欣在一旁看的 那双眼都发了亮了 大力 那是不是杀掉的这个小兵 就有经验值和金币拿呀 哎 聪明 对头啊 这个杀小兵呢 就有金币 系统呢 在每秒给两个金币 然后杀兵升级 拿这个金币换装备啊 这个每个英雄都有 呃 我想想啊 说到这儿啊 他就开始数这个手指头了 呃 一 二 三 四 哎 我都想好了 就有四个主技能啊 一个天赋技能 呃 再来两个这个可选的技能 一个回程不写的技能 这就差不多了 就这四个技能里边啊 前三个呢 是小技能 一共能升五级 第四个呀 是大招 很强力的 可以升三级 然后两个可选技能和回程技能 不能升级 这样一个角色在一场战斗里 升到十八级 就满级了 大力 你想的很全面吗 你 哎 你说 你是不是上课的时间 都用来想这个了 啊 这堂木新兴奋的呀 开始掐这个洪德利的脸 哎呦 他他他他他他 别吓 别吓 啊 乖乖乖乖 这回啊 轮到洪德利这张脸 变成各种形状了 啊 哎 对了 这时候 林子轩是忽然在一旁 也开始学着洪德利的模样 摸摸下巴 大力哥 我忽然有一个好主意 主意 什么主意 来 出来听听 这洪德利是奇怪的 很简单啊 林子轩冲着房间外面 啊 这奴奴嘴 你看啊 外面那些人呢 都是PK的爱好者 大力哥 你这游戏一出 我就叫他们陪我一起玩 他们肯定乐意 那等游戏做出来 你说有没有希望参加电子竞技啊 哎 哎 你还别说啊 就这小丫头这头脑 不错呀 哎 还真是啊 洪德利是惊讶到 你不说我都没想起来 这是个方法啊 哎 可怜的刘明信呢 啊 这唐沐欣是无奈的 长叹了一口气 我终于是明白他的心情了 话说大力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要这么干了 啊 这李念威呢 马在一旁是眼嘴轻笑 少主的智慧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想得到的 柳明信柳少爷 为了电子竞技这事 据说 想了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 却怎么都想不到 原来少主 是在这儿等着他呢 哎 你说 他这算不算是用自己的人生 给少主打基础啊 一定是 唐沐欣是笑嘻嘻的补充的 别的不敢说 起码我知道 龙语大陆的那些PK高手 只要是来了天津参加大力的电子竞技 最后肯定是逃出大力的手掌心 就凭大力这败家的气派 那些人肯定得嗷嗷的叫着 求着当大力的手下 这回高手有了 大力的人气一向又很足 到时候 只要是参加一届的电子竞技 这游戏 想不火都不行 哎 说下来 如果柳明信听到唐沐欣的这话 那肠子都得毁清了呀 你说 这自己是千算万算的 也没能算到啊 说洪大力居然搞出个这么个玩意儿 龙语大陆啊 目前天国最火爆的网络游戏 那毫不夸张的说 最起码得有80%以上的游戏高手 都在这游戏里面 如今弄出来一个电子竞技 这些高手只要是有真实的实力 谁不动心呢 这可是证明自己的最好的机会 玩游戏 不是废材 也是能赚到钱的 于是无数的高手 就来到这期的电子竞技 那必然会败在洪大力的脚底下 咱别的不说啊 只要是洪大力坐着玄武露个面 那人体绝对是刚刚 然后这后果呀 就可以想象了 就这帮游戏高手 全部是投入到洪大力的麾下 再加上大型的网游工会 豪蒙的助阵 这人气的基础体验全有了 到时候那柳明信的脸色 一定是相当精彩 相当精彩 那个 洪大力是郁闷的说道 我说你们是不是把我想的太阴险了 这个我当初合计啊 就是弄这个电子竞技 真的就只是为了哄咱家这个子萱开心来着 我哎呀 我想出个游戏吧 完全是我无聊的时候 瞎合计的 我就没想那么多呀 哼我不管 我不管 反正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 至少这一次你真的叫我抓住你的把柄了 哼 这一次可就不是运气了吧 啊 这唐沐欣呢 这小手插腰 娇横的说道 这个呀 舅舅红的历史真的没法解释了 那话说 他今儿真的就是纯粹闲的无聊 出来闲逛 然后呢 就逛到了金子山的这画室 然后就刚好看到 一个人物像盖伦 然后他刚好玩过英雄联盟 这真的是不怪他呀 他真的是没阴谋啊 哎 好吧 好吧 那那个 就算不是运气吧 可是问题是 现在咱这游戏还没完全没谱呢 你也别高兴的太早了点 啊 这就就就 这就跟那句话挺像 啊 红德丽是臭了臭鼻子 哪句话呀 唐沐欣问道 这 红德丽呢 是瘫了瘫手 嘿嘿嘿 今儿晚上吃醋 能不能 借点螃蟹 嘿嘿嘿 一听这个 这周围啊 顿时笑到了一片 哎呀 行了 好了 咱 不扯淡了 咱们出去走走去 红德丽是长长的伸了个懒腰 哎 今儿啊 可真是开心的一天 这漫画虽然是没搞成的 不过弄出来个梦刀塔联盟啊 就等这个游戏做出来 是吧 那到时候 那就省得无聊了天天的 哎 如今这边都已经搞定 那自然是要出门到处去走走 这林子轩呢 最近一直都在这玩游戏呢 啊 大规玄武他还没做过呢 听红德丽说要出去 赶紧是可怜兮兮的啊 拉住红德丽的袖子 大力哥 我也去好不好 我也想坐一坐 行 行 去去啊 都去都去 反正就那大规那体型啊 后背上坐四个人 还是坐五个人 几乎是没什么区别 这林子轩呢 本身长得也很鲜细 不差他一个人 这众人士收拾收拾 这就下楼了 啊 却不想 刚下到陈辉大厦的这个一楼大厅 红德丽就看到导演林浩 带着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帅哥 还有一个翻译就进来了 啊 这林浩是一线红德丽啊 赶紧上来给他介绍 哎 少庄啊 心给我来的及时 哈哈 快快快快来快来快 我给你介绍介绍 我的这位好朋友 啊 说着啊 就拉着红德丽的手 往外走 等到了那名外国帅哥面前 赶紧是介绍的 少庄 这就是我好朋友 詹姆斯 那你这名起 哈哈 明人 明人 接着 幼稚的红德丽 那个啊 这个詹姆斯啊 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 少主了 啊 这毕竟嘛 是这个啊 林浩介绍来的朋友 啊 这不看僧面 看佛面啊 对吧 这红德丽是当即身出手 笑的 啊 啊 詹姆斯是吧 哎哎哎 你好你好你好 我叫红德丽 初次见面啊 哈哈哈哈 这詹姆斯呢 跟红德丽是象征性的握了一下 啊 之后收回了手 还从这个 衣兜里啊 掏出一张手绢来擦了擦手 这就叫红德丽很不爽 怎么的啊 老子的手很脏吗 啊 看到詹姆斯的动作 就红德丽身后那些人啊 也都很不满意 唐沐欣呢 是重重的哼了一声 李念威也是皱了皱眉头 就这九子狗腿啊 则是暗说道 这他妈外国人 这是作死呀 他知道不知道 少主是什么人物啊 啊 还敢嫌弃我们少主 疯了吧 这林昊啊 哎呀 眼见这场面有点僵啊 赶紧是打圆场 小事说道 那个少主 这詹姆斯呀 有点怪癖啊 就是洁癖洁癖 您可千万不要介意 啊 啊 有洁癖 啊 那那那也算是正常吧 那 洪德丽倒是没那么小心眼 奇怪的说道 哎不是 他是干什么的呀 你说是你的好朋友 莫非他是搞电影的 老演 监制 编剧 啊 太年轻了吧 啊 少主 您真是火眼金睛啊 哈哈 这家伙 是美利坚共和国 就就那 好莱坞那的知名导演 这几年世界大卖的探索者啊 乔纳森正传 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在国际上都是一哥 我说是他好朋友 那都是我自己啊 往脸上贴金了 大牌 这林浩市压低了声音 说道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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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德丽是长长的欧丽是 然后说道 嗯 没看过 哎呦 我得少主 您没看过 不要紧 不过 今儿 这可是个机会 真的 这林浩市 说到这里 转过头来呢 冲着这个詹姆斯呀 是满脸奉承的笑了笑 说道 哎 那个啊 呃 詹姆斯先生 詹姆斯先生 我先跟少主说两句话 好不好啊 这边上的翻译啊 唧里咕噜的 呸啦啪啦的 赶紧是翻译成了英文 啊 这詹姆斯呢 是点点头 正眼都不瞧林浩一言 说道 OK 啊 这唐木新是气到 拽什么拽 拽什么拽 哼 他身边的这个李念威呢 这悄悄拉了他一下 小声笑道 行了 别着急 有少主在呢 咱们呢 不会吃亏的 啊 哎 一听这个 唐木新这心情才好起来 笑嘻嘻的说道 嗯 看来这个家伙 要到大美了 哼 这时候 林浩呢 是继续给洪德利 介绍这个詹姆斯的丰功伪迹 少主 就就就这詹姆斯啊 那那不是一般人 在好莱坞呢 是顶尖的知名导演 你别看他年纪不大 也就是三十多 那出身可是相当好 人吧 又有本事 在好莱坞呢 那是谁都得给他点面子 少主 我也不知道啊 您打不打算在这个影视界发展 不过 您要是想搞电影这一行业 这詹姆斯就绝对不能得罪了 不然您的电影想登陆美国 那天难万难呢 哎呀 你要不说我还不知道 我这家伙这么厉害吗 啊 洪德利也是有点惊讶 看起来确实是挺有料啊 哎对了 问你个事 他也是个败家子吗 啊 他 他 他 这林浩啊 差点没被洪德利一句话给堵死 郁闷的说道 少主啊 人家可是货真价实的 纽约影视大学的导演系毕业的 绝对是有真材实料的 这 不是 不是白家子 没意思 啊 听这个林浩导演说完詹姆斯的身份 洪德利呢 是不屑的撇里撇嘴 不是 这关我什么事啊 我虽然是合计拍几个电影 不过 那纯粹是为了好玩的 我又没想真的去好莱坞发展 你跟我说这个 没意思啊 没意思 哎 哎 这个我 啊 这林浩有点郁闷 最后想了半天才说到 那少主 也可以这么说吧 多个朋友 多条路啊 您想啊 将来万一您觉得电影好玩呢 真想打开一下市场呢 是吧 只要这詹姆斯一句话 您将来的电影能登陆好莱坞 那可都是票房啊 对不对 他这倒不是危言总厅 那这詹姆斯呢 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名导演 拍过好几部大卖的电影 在好莱坞 能量巨大 天国这边的电影 想在美国那放影 那就是詹姆斯一句话的事 当然了 这话说回来啊 这个詹姆斯要说这电影不行 那基本上就没可能打入好莱坞了 无所谓啊 我只能跟你说 无所谓 对吧 洪德利是无所谓的总统肩膀 反正他也没真合计说 去好莱坞发展 他是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的 对吧 也不像是梁一峰那样满世界飞着泡妹子 搞电影 也就是为了好玩 而且到底搞不搞 这还是两可 对于这个詹姆斯呀 那自然也就没那么重视 你在那边再牛逼能怎么样啊 赚钱又不给老子花 老子我他妈求不到你 干嘛要低声下气的跟你说好话 不过问题在于 他是林浩带过来的 有道是不看僧面 看佛面 洪德利可以不给这个詹姆斯的面子 但是总不好林浩这一边 一点面子不给吧 当地是点点头 问道 好吧 那我就跟他聊聊 对了 我都忘了问了 他来找我是要做什么的 从我这拉投资呀 这好啊 咱就怕花钱办呢 对吧 这个嘛 他好像是打算找您入股 不过怎么入股我就不知道了 具体我也没怎么细问 啊 这林浩呢 见洪德利是语气松动 总算是放下这心头的石头 那成 入股 我就问问去 这洪德利呢 是当即走上前去 笑着问道 这个是詹姆斯先生 是吧 那个 您今天来找我 可是有什么事吗 啊 这一旁的翻译 是赶紧把洪德利的话转达了 啊 What 啊 How do you do I'm fine thank you 之类的吧 这詹姆斯是说的 这翻译是同步过来了 哎 这个 大理少爷 詹姆斯先生说 想必他的身份 林先生已经跟您说过了 他今天来 是要跟您借一下大鳄龟 来参与他新拍的一部片子 当然了 不白借 可以算您的10%的股份 啊 哎呦我靠 这货居然是来干这个的 靠 你小子知道不知道 咱家这大龟代表什么呢 还借 你一个黄毛猴子 你你他娘说借就借呀 还10%的股份 玩去吧 你当老子傻呀 洪德利是想都没想 直接摇头 不借 这 这 听洪德利拒绝的这么彻底 这翻译啊 顿时有点郁闷了 他不知道怎么该回复这条 憋了老半天 最后呢 还是用英语 跟詹姆斯翻译了一下 Why 这回呀 詹姆斯说出来的词 啊 洪德利却是听明白了 当然了 只限制于这一个 后面 在他听起来 还是吉里咕噜的一大片啊 I'm fine Thank you very good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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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 是吧 哎我说 你凑过来点 这货啊 又说的是什么鸟语啊 啊 什么什么鸟玩意啊 翻译一下 这洪德利呢 是歪着脑袋 奇怪的看着翻译 啊 这个 这翻译啊 只觉得打从给这个詹姆斯当翻译以来 居然是最难翻译的意思 不过 本着这个职业道德 翻译 还是选择实话实说 这 詹姆斯先生说呀 大恶归呢 不过就是长得 大了点 我们这部片子 耗资 2200万美元 是历史上的大制作 这10%的股份就相当于200多万人民币 这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前来一样 如果洪先生您不答应的话 他 他他他他他表示啊 很怀疑您您的 智商 哎确实 如果是站在詹姆斯的角度啊 这随随便便拍段镜头就能达到10% 也就是200来万的股份 那确实可以说是从天上掉钱一样 啊 这要是换成什么别的动物啊 洪的利也就答应了 反正没什么坏处 拍着玩呗 无所谓的事 可是换成大规 那就绝对不行 大规如今在中国那是什么形象啊 中国的神兽玄武啊 图腾一样的神武啊 自己也没事陪他玩会儿出门溜达溜达 还好说啊 毕竟自己是帮他翻过来的 但是你说 美国人拿他去拍电影 200万 2000万都不干 一旦自己真那么干了 那就代表 这大规很容易就跌下神残 到时候绝对是得不偿失 哼 怀疑我的智商 你压神经病吧你 我要是戒了 那才是智商问题呢 那个 你你先问问他 他了解咱们天国的文化不 知道这大规代表什么不 啊 还在这扯什么犊子呢 跟我这啊 啊这这装的呀 到了这个时候 洪大利已经是懒得在理会这个什么詹姆斯了呀 不过 看在林浩还算跟自己关系不错的份上 就多跟他说两句话 不然早把他轰出去了 老子又不求你 你拽什么拽呀 好的 好的 这当即 翻译和詹姆斯两人呢 对话了一会儿 之后啊 这翻译说到 那个 詹姆斯先生说呀 知道这个大规代表什么 不过他还说 那些都是荒诞的事 大规就是大规 只不过是长得特别大的一只大恶规 没什么了不起的 是吧 啊 这翻译说到这儿 看到洪大利面色不好 赶紧是有小心的补充到 大力少爷 我也就是一翻译啊 老板说什么 我就得翻译什么 您可千万别怪我 我也不是故意的啊 听他这么一说 洪大利倒是被逗乐了 眼头说道 啊 啊 你放心 我保证不为难你就是了 你告诉他 这好莱坞算个屁呀 也就是一个小地方 说好听点啊 那个呢 叫世界电影中心 说难听点 也就是一个小县城 跟你说 我还就真就没看在眼里 啊 洪大利这话一说完 唐木新呢 顿时叫好道 大力 说得好 有霸气 我顶你 给你32个赞 啊 这李念威 林子轩和九大狗腿 也都是纷纷的竖起了大拇指 哎呀 这狗腿们心里想呼啊 跟着少主混 那境界就是不一样 走哪都不吃亏 哼 少主给力 你瞧瞧这话说的 刚才那边说 就是普通的大恶龟 哼 少主就说 好莱坞也就是一个小县城 这打脸 打得爽 啊 这翻译啊 是正想把洪大利的话 转变成英文 却没想到 好 假的 就就就这詹姆斯啊 居然是一把把这翻译给划了开了 气呼呼的 走到了洪大利的面前 这俩人脑门都快顶上了 詹姆斯呢 是操着一口生猪的中文怒道 先生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瞧不起我们好莱坞吗 我们好莱坞 不仅仅是全球时尚的法源地 也是全球啊 音乐 电影 产业的中心地带 我们拥有着世界定期的 娱乐产业和奢侈品牌 引领并代表着全球 时尚的最高水平 哎呀 我说 啊 哈哈哈哈 不是 我说你这个 这中文从哪儿学的呀 这方言味挺重啊 啊 哈哈 这洪大利是往后让了让 转头看了看翻译 照了照手 笑嘻嘻的说道 那个谁 那个谁 对对 翻译翻译 你你过来 过来 我呀 这翻译是指着指自己鼻子 之后是赶紧过来 大利少爷 有什么事情吩咐啊 哈哈哈哈 那个你呀 帮我翻译一句话 啊 洪大利是抽了抽鼻子 就一句话 关我鸟事 就这句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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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啊 这翻译啊 是瀑布汗的 可了不得了 这汗 刷刷刷往底下流 不过洪大利的要求 他自然是不敢拒绝 赶紧是同步翻译 那个 Mr. James 控 C I don't care 啊 他这话还没说完呢 洪大利直接一下子 把他给划了开了 这 这边边边 这什么玩意 这一点都没气势 说着 洪大利是转身问这个唐沐欣 请请 要直接翻译的 按单词来 啊 好 这个唐沐欣呢 是笑嘻嘻的说道 关 Kellows 呃 我 麦 鸟 Bird 是 Sing 嗯 啊 嗯 好 好 这这 不会是学习好 嘿嘿嘿嘿 然后呢 洪大利是冲着詹姆斯 啊 这一板一眼的说道 Close My bird thing 啊 这最后 还不忘加上一句 understand 你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在于 好赖屋为敌 啊 这詹姆斯是气急败坏的说道 我在那边 谁都得尊敬我 就算是那些电影巨头 也不敢和我这样说话 甚至 就连我们好好莱坞的荣誉市长 也得对我表示尊敬 尊敬 你 你 我 我们是拥着啊 深深厚的时尚低韵和胸厚的科技 做知识 一直被全球各地争相模仿 你们天国的很多明星 就算是贿赂我们 也想到我们那里发展 哎呦我去 哎呦我 哎呦我 哎呀 你说的我 好怕怕呀 哈哈 这洪特丽呢 还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模样 可是 这跟我有个毛关系 我说了不戒就是不戒 翻译 同步下 嗯 这 这这个 啊 好好 那翻译啊 今儿是真郁闷 只能开始给这个詹姆斯翻译了 又是结里咕噜的 I'm fine Thank you 哈妹妹 直接类似的吧 这唐木新等人看的 差点没笑死过去 啊 这洪特丽啊 那太能恶搞了 一开始 人家带个翻译来 结果没说两句呢 这个詹姆斯就开始说中文了 你看啊 这洪特丽倒好 也不闲着呀 啊 这 这这这个开始叫翻译 把自己的话给翻译成英文 又还了回去 其实说起来啊 这在场的众人 对詹姆斯 这货真是没什么好感 对他表示相当的讨厌 你说你会说中文 是吧 虽然说是方言吧 你非得带个翻译来装逼干啥呀 用个屁用啊 显示你的身份高贵呀 咱家少主牛吧 也没说像你这样啊 还出门带个翻译去 哎呦 你 这是在于争个好莱坞为敌 詹姆斯是咬牙切实的说道 不敢包装 今后 只要是与你有关的电影 绝对不可能登陆我们美国 绝对不可能 哎呦 我说你有会儿 你拿那芝宝尖什么的 你烫烫你那舌头 什么玩的 绝对不可能 屁 其实啊 我也有句话要送给你 啊 这洪德利呢 是笑嘻嘻的说道 嘿嘿 我这句话就是 莫装逼 装逼 遭雷批 啊 这话 说完了 洪德利是抽了抽鼻子 又补充了一句 还有 谁规定的这好莱坞 就一定得在美国呀 啊 啊 你 这詹姆斯把被洪德利的话剃的呀 脸都绿了 彻底激怒了 好 我倒要看看 你的电影登陆不了美国 到时候 你会是什么脸色 狠狠甩下一句话之后 詹姆斯呢 转身便走 哎呦 喂 少主啊 你 你这可是捅了大娄子了呀 这 哎呀 这眼看着俩人啊 彻底闹僵了 林浩这边是叫苦不爹的 说实话 他的确是好心 他就是想着吧 这詹姆斯能量不小 介绍俩人认识 结果呢 没想到 这詹姆斯来意就不善 啊 洪德利这位败家大少爷 也没买他的账 结果竟然弄出了 这么大的娄子出来 不过啊 虽然结果不算好 啊 这个 林浩呢 倒是挺支持洪德利的 要不他早就追出去了 所以 这个时候 林浩虽然是感觉可惜 但是挺解气的 起码 他活这么大 还没见过谁 说过这么霸气的话 这种时候 不赶紧站队更在合时 虽然说娄子不小 不过 啊 是这个 少主 您的话 那可是真霸气 嘿嘿嘿 那不是必须的吗 啊 洪德利是笑嘻嘻的说道 你是好心 我知道 其实说真的啊 他要是不找我借这大规吧 我忍一忍 他的洁癖 也无所谓 不过啊 大规的意义 你也明白 这要是借了 那我就没得混了 明白吧 他这话 说实在的啊 绝不是威严耸听 这大规是什么呀 那是玄武圣兽啊 啊 中国古代崇拜的图腾神物 借给外国人拍电影 那天知道 他们会安排出个什么样的角色 给大规演 现在天国那边 那正是啊 这个群众士气高昂的时候 结果啊 这大规是借出去了啊 然后被他们美国人变成魔物了 变成外国人要杀的那种邪恶的怪物了 那自己不得被人骂死呀 没错 咱是败家子 咱是花钱不动脑子 但是不代表咱缺心眼啊 对 但立 这次我全力支持你 给唐木新呢 是翘生生的走上来 这一次 他是主动的拉起了洪德丽的手 嗯 虽然你平时败家 又天然呆 看上去又病病歪歪的 花钱从来不动脑子 上课睡觉 看小说不听讲 不过 我发现 你还是有点霸气的嘛 谁规定的 好莱坞就一定要在美国吗 这话说的漂亮 哎 嗯 那什么 欣欣 问你个事啊 难道我在你眼里 这浑身都是毛病吗 都是缺点吗 不能吧 洪德丽顿时都无语了 哎呀 都是小毛病了 但是关键时刻 我发现你最靠得住 这唐木新拉着洪德丽的胳膊 那是摇啊摇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这时候 他明显是怕洪德丽心情不好 赶紧是陪着笑的说道 行了 大猎 别想这些了 不就是好莱坞吗 咱们又不稀罕 走 带着大龟散步去 啊 成 嘿嘿嘿 成 咱走着 啊 这洪德丽啊 是哈哈一笑 之后呢 看向了导演林浩 哎 我说领导 没事啊 别担心 到时候呢 我叫这大龟啊 配合你们一下 啊 不就是个好莱坞吗 没关系的了 就一个什么 詹姆斯能影响整个好莱坞吗 他也就是在下火而已 没事啊 哎对了 现在这电影名叫什么 以天屠龙之大江湖 是吧 哎 这主角不是需要找到山洞吗 不行就叫这大龟引他进去 那多大点事啊 对不对 哎 哎 对呀 这个真的是柳暗花明啊 这林浩啊 最近正愁呢 那一段剧情怎么安排呢 听洪德丽这么一说 顿时眼睛就亮起来了 哎呦 那那可得真得是多谢少主了啊 多谢 别的不说 有这个大龟玄武加盟 就这部片子票房啊 至少得是高一倍 那詹姆斯再牛逼 能叫这票房高一倍吗 明显是不可能啊 而好莱坞那边说实话相当排外 天国的电影业呢 虽然目前也还不错 但是在那边 始终就是打不开市场 很难取得票房的佳计 所以这林浩一开始就没指望说 能在好莱坞那边取得多大的成绩 毕竟这文化观念不同 审美观也差了很多 天国这边的电影 历来在那边就没什么好评过 毫不夸张的说 就这部 倚天屠龙之大江湖 在国内 就算是取得三千万以上的票房 在美国那边 最多 也就是五百万美金 撑死了 客气 客气 洪大利是毫不在意的挥了挥手 我跟你说 都小事 小事 说着 他转眼就把这事扔一边了 走着 跟这大龟去溜弯去吧 这林子轩一看洪大利这样 是叹道 哎呀 果然是没心没肺的人 快乐指数都高 哼 这李念薇则是笑道 正是因为这样 少主才活得轻松自在 要是算计太多 那就太累了 是不是 嗯 我知道 嗯 这个林子轩呢 是搂着李念薇的这个胳膊 就开始撒起胶来了 用我以前同学们的话说 大利哥这叫 我缺心眼 我快乐 管他别人怎么看的 自己快乐就好 少主啊 那可是聪明真的 李念薇是微笑着 掐了掐这个林子轩的 白嫩嫩的小脸蛋 几人是在前面走 林小一呢 却是走到这个林浩的身边 小事的说道 林导演 请慢些 啊 那个 小一姑娘 有事吗 听到林小一的话 这林浩就知道 林小一是有事 跟他说 顿时奇怪下来 压低了声音 问道 是 什么事啊 啊 林导演 这俩人是落后两步 林小一是小事的 说道 难道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好机会吗 好 好 好机会 什么好机会啊 啊 那我这 哎呀 我 这林浩啊 是有点没反应过来 不过 他也是个聪明人物 这略一思索 顿时就明白过来了 哎呦 呦呦呦呦 小一姑娘的意思是 挑起民众的爱国心理 是不是 林导演 是聪明的 这林小一顿时点头 笑了笑 之后呢 直接就追了出去 对呀 好主 好主意呀 林浩这才发现 啊 跟在洪大利身边的 就没一个省油的灯 对 对对对 把今天少主的话 发网上去 这样一来 那那岂不就是啊 这想到就做 林浩呢 也不跟着洪大利溜弯去了 果断是找个地方坐下 之后掏出手机 噼里啪啦的 一顿摁呢 一条微博 就这么发出去了 这国内人数最多的 新海微博上 彭辉影视 林浩 很抱歉的 告诉各位亲爱的观众 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 倚天屠龙之大江湖 无法登陆好莱坞 我本人 只能是报业哀悼 哎 可惜了 这部少主亲自指点的精彩影片了 啊 这条微博是刚刚发完 林浩呢 便是黑黑的暗笑 我这么一说 这些影迷的好奇心肯定是被勾起的 到时候 我再把原因发出来 那人气 还用担心吗 爆满呢 果然 他这条微博啊 刚发出去不到十分钟 便开始遭到了重影迷的围观 有骂街的 有好奇的 有问原因的 反正是不管怎么说 这话题是被吵起来了 啊 这转载讨论的人数是疯狂的增长 不过是一个来小时的时间 就被转发了五万多次 而且 这势头 还在不停的增长中 最重要的是 这个话题 还跟少主洪德利有关 啊 这洪德利 如今在微博上 那可谓是绝对的风云人物啊 只要是跟他有关的 那就没不活的 啊 这所以啊 就这条微博的讨论热度 比起之前这部电影改名风波 打得多 打个也更快的多 围观众一 二领导 不是 那可是好莱坞啊 到底怎么了 求真相 围观众二 领导 不要啊 这部片子 可是我近几年来看的 最好看的一部片子了 要是不能登陆好莱坞 那可就可惜死了呀 围观众三 哎哎哎哎 大家都不要着急啊 我相信领导一定会告诉大家原因的 大家坐等就是了 那坐等就是了 围观众四啊 到围观众N 是啊 大家别别别着急 相信领导会会会会给给给 给个说说法的 啊 林浩这边呢 则是坐在椅子上 边吃着灵神 边看着微博 眼看着 就这话题已经是火速的冲上了 微博热度排行榜 这胃口啊 吊得差不多了 这时候啊 自然就应该放这个重磅消息了 哎 说起来呀 这一次的事情 让我对少主的为人 重新认识了 我之前呢 一直以为少主只是一个会砸钱的败家子 不过这一次 我该真诚的跟少主道歉 是他 让我明白了 什么才叫做天国人的欧骨 好家伙 就这条微博一发出去啊 更是把众人的好奇心提到了顶点了 这不少人都问 围观众一 我 老天年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少主到底做什么了呀 啊 围观众二 是啊 领导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您就别勾大家了好不好 那这样的问题是排山倒海 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勾了下来 心中呢 都只有一个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 能叫领导说出这种话里 啊 这少主的大名 咱们是知道的 不过他到底干了什么呀 居然能提升到咱们天国人的傲骨身上 这个 此时这个话题啊 堪称火箭一般的速度 迅速的穿升至了排行榜的第二名 而且距离第一名的菊花 也不过是咫尺之遥 就在这个时候 林浩发布了第三条微博 说出来啊 大家也许不会相信 这一次事件的起因 是因为好莱坞的知名导演 詹姆斯引起的 今天本来呢 我是介绍詹姆斯与少主认识的 这詹姆斯来之前 我就知道 他是有目的的 但是具体是来做什么 我并不清楚 直到两个人碰面 我才知道 原来这詹姆斯呀 是来借玄武的 大家知道啊 这玄武可是我们天国图腾一样的神物 怎么能够随便借呢 尽管他开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架码 可是少主 还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两人为此发生了一些争执 而最后 少主的一句话 让我彻底的成为了他的忠实粉丝 少主说 谁规定的好莱坞一定要在美国呢 就是这样 这一下子啊 当真是一时激起千重浪啊 整个微博彻底就爆了炸了 微观众一 哇操 少主干得好 就从少主这罢去 领导这电影啊 说出来 我说什么我都看 微观众二 是 我我跟你们说啊 我啥也不说了 领导 您放心啊 之前我看电影 从来都是在家下载来看 这一次 说什么 我也得去这个电影院 我支持你去 不光是自己去 我还得把朋友们 我都带去 我破鞋 我也得去 微观众三 少主说得好 平时的好莱坞 一定要在美国嘛 咱们天国 有您和少主 肯定也不差 微观众四 少主 少主 好样 这可着实是帮咱们出了口恶气 不说什么 真的 我不说什么了 我先去哭会 不过领导 这会儿 我果断支持 真的 32个赞 少主说的话 太感人了 片刻之间 就是林浩发表的这条微博啊 一变以这个堪称火箭的速度 迅速的篡升至了 微博热度排行榜第一名 从一开始的十万转发 火速的是篡升到了20万 四十万 还在不停增长 这坐在椅子上的这个林皓 磕着挖嘴 嘿嘿嘿 嘿嘿笑道 我就说 这少主的威力 必须是无敌呀 就这几条微博 就把所有人的热情 全部调动下来 嘿嘿嘿 别的不说 就光这一点 这部片子 我说给少主提升股份 相信绝对不会有傻瓜会拒绝 之前不是五百万吗 嘿嘿 干脆直接是提升到一千万的股份 那就是五千 从这个表面上看上来呀 他们剧组是亏大了 但是实际上 从长远的方面来看 只要是能牢牢的抱紧 洪德利的大腿 那票房还不滚滚而来呀 而微博这边呢 话题被吵得火热 洪德利那边 确实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压根就没考虑 这方面的事 此时呢 洪德利正带着一大群的人 来到了枫园湖的湖边 这湖边的警卫一看就洪德利来了 啪 顿时猛的敬礼 恭敬的说道 大力少谣 其实本来嘛 就这些警卫啊 完全不用给这个 任何人面子 但是洪德利不一样 这玄武 可以说是他发现的 是吧 救 也是他救出来的 如今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也是他一手弄出来的 那你说这样的人物 谁敢不给面子呀 而且上面也交代了 洪德利有什么事 要用到他们 只要是不违反原则 必须是全部答应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我呢 是来看看咱家的大规 这洪德利是笑呵呵的打招呼 好的 听到洪德利的话 就这众警卫当即是全体丧开 空出了好大的一块空地 大规 洪德利是双手拢成的喇叭状 啪一声大喊 这小老虎钢袋呢 哇 撒摩笑笑 这就算是标准的召唤咒语了 很快 果然 就从这个湖面上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龟 什么头 是吧 露了出来了 张开嘴是兴奋的吼到 之后啊 就看到这大规玄武那巨大的身子 是缓缓的浮出了水面 向着洪德利等人游了过来 等这个大规一上岸 洪德利就抢上前去 笑着拍了拍这个大规的大脑袋 哎 大规 想我了呗 来亲个 然后啊 这大规就伸出脑袋了啊 给这个洪德利亲了一个 逗的呀 在场这个众人都是哈哈大笑不已 众人看着跟这个大规亲密了一会儿 这时候呢 三名男高腿 早就已经拿出了专门的大毛巾 交给了洪德利 用力的擦了擦 把这大规后背上的水 等这一切都搞定了 洪德利带着唐木新 李念威和林子轩呢 坐在大规的后背上 这兴奋的是一直外面 嘿嘿嘿 大规 出发 咱溜弯去 啊 哈哈 啊 这大规旋武兴奋的又叫了一声 当即是开拔 哎 哎 大家跟上啊 跟着 哎 洪德利这边啊 啊 前边带路 湖岸附近的上百名 这核枪实战的警卫 当即是集合了 跟在后面 这可是上面详细交代过的 啊 大规旋武 绝对是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否则 对民心事件将会是个巨大的打击 于是呢 洪德利等人在前面 后面是跟着一百来名警卫 这浩浩荡荡的 向着天井山的外围出发了 这路上啊 洪德利双手 再度是拢上了喇叭状 一阵大喊呢 大力出奇地了 这大规啊 小老虎呢 桑莫笑笑 这边是嘻嘻哈哈的往那边走 这路上行人则是一阵的围观的 妈妈 快看 死打鬼 有这小孩说了 是洪借的洪德利少爷 宝宝 要不要去合影啊 这妈妈问道 好啊 好啊 这小孩子狠狠点头 于是呢 妈妈是抱着这宝宝 那紧走几步 到了大规子身边了 小心的问道 那个啊 大力少爷 可以合张影吗 哦 行行行 来来来 拍 啊 洪德利是直接点头 啊 反正今天没什么事 吧 独乐乐 不如重乐乐 随便拍 这边是有人开头了 啊 这顿时呼啦啦的啊 就围上了一大群人 手机什么的各种拍照 不过啊 毕竟这个大规子体型太大了 再加上有警卫在边上守护 所以行人呢 不敢靠得太近 咔嚓咔嚓的 一阵的相机的声音响过 啊 先前的那个小孩呢 怯生生的 到了这个大规子身边 仰起头看着洪大利 小致的说道 那个哥哥 那谢谢你了啊 哎呀 哎呀 这真 好好 不用谢 不用谢 哎 大利 这个小孩 真可爱 这小家伙可爱的表情啊 把大家伙都给逗乐了 唐木欣则是坐在这大规背上 笑嘻嘻的问道 哎 小朋友 你害不害怕大规啊 你看他好凶的 一口就能把你给吃了 怕 怕呀 那小孩啊 明显被吓了一跳 后退了一小步 不过呢 很快就止住了 又看着洪大利说道 大哥哥 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啊 啊 啊 求我 可以啊 什么事啊 啊 洪大利是指着自己的鼻子 没想到 哥啊 这小孩还有事求自己 那个 大哥哥 那边我看着一只小喵喵 就躺在地上 好可怜的 才才 才那么大一点 啊 这好小孩呢 是一只那一个糊涂里 啊 说道 呀 有小猫 真的假的 啊 这洪大利看了看那个小孩子的母亲 啊 这小孩呢 他妈呢 是搂过了宝宝 点头说道 啊 是真的 呃 好像刚出生不久 来之前我看还在喘气呢 可惜 哎 我家里已经养了好几只宠物了 实在是没法再养了 想起来 那小猫 怪可怜的 哦 行 行 啊 这洪大利也巴 就打了一个响指 走着 去看看去 啊 哎 是啊 这当季的 一鸣男狗腿呢 是跟着这个妈妈和宝宝 就往这一旁的一个小胡吐里 寻起了 啊 不过是片刻 这狗腿便走了回来 手上呢 果然是捧着一只 不过巴掌大小的小猫 等到了近前了 这狗腿把小猫啊 是递给了洪大利 说道 少主 这这这这只小猫的两只前爪 好像有问题啊 是吗 我看看 我看看 拿过来 啊 这洪大利是听了 顿时伸出手来 啊 说道 把他给我 那个严重吗 啊 有点严重 啊 这男狗腿知道 洪大利喜欢小动物 所以呢 这平时没事的时候啊 啊 也就接触了点这方面的知识 少主 这个 是天生的骨骼畸形 可能是他的主人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把他遗弃了 哎 哎呀 我这 哎呀 太可怜了 啊 居然是先天性的残疾 这就相当难搞了 啊 一旁的唐木心是急到 哎 那要是做手术的话 能纠正过来吗 总不能 就看他这个样子吧 两只前转 你看 他都拧成这样了呀 这个 母亲小姐 如果是普通的折断之类的 通过手术吧 还能矫正过来 这先天的 啊 骨头畸形 这完全是没有办法 这 哎呀 这不好整 啊 这狗腿啊 是无奈的摇摇头 算了 算了 啊 先不管这些了 好吧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一个小生命了 红带里是吩咐的 啊 你呢 先去买点牛奶过来 这小家伙明显饿得快不行了 快点了 啊 说着 啊 用毯子呢 是轻轻的把这个小猫给包了起来 哎 可惜了 这可怜的小东西 哎 这其他几个人呢 也都是看得心都抽抽着 你看啊 这动物呢 他是人类的好朋友 是吧 爱护动物 就是爱护人类自己 看到这小猫这样 众人哪还顾得上溜的呀 先把它给养好 再说吧 啊 这男狗腿呢 很快就把奶买回来了 红带里是咬开了一个小小的口 之后轻轻的掰开了小猫的嘴 一点点的把这个奶给灌了进去 很快 灌下了小半袋的奶 啊 原本几乎只剩出息的小猫 终于是稍微的缓过来了一些 啊 最后轻轻张开嘴 喵 哎 这么叫了一声 呼 哎 醒了 哎 醒了 啊 说真的 这种时候 大家比中了几十万块钱还高兴呢 这就是生命的奇迹啊 之前那个美国人詹姆斯给大家带来的不快 转眼之间就烟消云散了 嘿嘿嘿 醒了就好啊 醒了就好啊 哈哈哈哈 洪德丽也是极为高兴 啊 这眼看着一个小生命在自己的手中复活 那种成就感呢 完全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系统的生命居然又在大力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支线任务一 有爱心的小白鸭子啊 任务要求拯救贫死的可爱小动物 当前完成度 百分之一 哎 嘿嘿嘿嘿 万万没想到啊 啊 居然无意中了解了如何做这个支线任务 要不咱们说有爱心的人运气指数都高呢 哎 就这么无意中做的一件小事 就换来了这么大的成果 嘿嘿嘿 洪德丽是没玩眼笑的 哎 这小猫还真的是我的幸运星呢 啊 哈哈 仿佛是感受到了洪德丽的心思 那这小猫呢 又叫了一声 嘿嘿 真看见 你这喵喵的 喵喵的 你喵的 成 以后我就叫你小喵吧 啊 哈哈 这洪德丽 当即给这个小喵啊 起了名字了 其实说起来 就这只小猫 那是相当的可爱 属于不偶猫的一种 这不偶猫啊 是全身特别的松弛 柔软 就像这个软绵绵的不偶一样 他们性格温顺而甜静 对人友善 对疼痛的忍耐性的颇强 能容认孩子的嬉闹 那是理想的家庭宠物 哎 就是可惜啊 这太也有点残忍了 你说这么一只可爱的不偶猫 因为先天的残疾而被遗弃 哎呀 这韦石是可惜了些 小喵 小喵 这唐沐欣 是轻轻的伸出手来 将这个小喵啊 搂过去接在怀里 笑嘻嘻的说道 小喵不汗啊 我家里还有只可爱的玉米呢 你俩正好做个伴 啊 言见是多了这么一个小伙伴 这小老虎钢袋啊 和萨摩笑笑 也都是围了上 他俩 也是满脸好奇的看着这个小喵 就这萨摩笑笑啊 还特别好意的伸出舌头来舔舔这个小喵的脸 这小喵啊 眼睛眯望着 这舒服的 又哼了一声 很显然 这舔的很爽啊 嘿嘿嘿嘿 成啊 今儿咱心情不错啊 红的历史哈哈大笑 伸手一指前方 走着 大家出发 咱们继续溜弯去 为了庆祝小喵 成为咱们的一员啊 嘿嘿嘿 就这一大群人呢 当即是浩浩荡荡的继续出发了 出了西四环 眼前的就是通往天井山外围的那个宽阔的马路 就这段距离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红的历史边走 边看着周围的风景 摸着下巴说道 哎 我忽然发现 这片地不错呀 看起来挺宽敞啊 啊 一听他的话啊 唐木新就知道 果然是叫红卫国猜对了 那这红的历啊 肯定又有点子了 果然啊 红的历史又左右看了看 这越看眼睛越亮 末了 红的历史忽然站了起来 啊 这个哈哈大笑的 嘿嘿嘿嘿 哎 我决定了啊 这片地 我要了 哈哈哈哈 我要了 我要了 哎 这唐木新是一把捂住脸的 呃 这这是什么 这果然是只子莫若妇啊 等红的历笑了一会儿 啊 这唐木新呢 是好奇的问道 哎 大历 哎 这片地吧 倒是不错 问题是 你打算弄些什么呀 不知道啊 哎 不知道 哈哈哈哈 红的历果然啊 又是招牌式的回答 我吧 就是看着这块地不错 哎 对了 新鲜 你说这块地买下来 咱干点什么好的啊 是弄个游乐园 还是宠物之家呀 嗯 那些呀 在那干些什么东西啊 看起来都不太好 红的历呢 是忽然想起来之前 红的历的那句 好莱坞 为什么一定要在美国 啊 就这话 顿时是双眼放了光了 也许 以红的历的神奇点子 这儿好好发展一下的话 那 是吧 哎 大力 你说 把这里弄得跟好莱坞一样 怎么样 这唐木新呢 是惊喜的 好莱坞 乌 乌 哎 对呀 红的历史摸了摸下巴 再一次大叫起来 好 就这么定了啊 以后这儿就叫天国影视基地 简称天影 啊 咱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啊 哈哈哈哈 天国影视基地 好 那就叫那些美国佬看看 咱们天国的电影 不比他们差 啊 给唐木新呢 是念了两事 猛的点头 既然确定了 红的历史登记的给这个林小一 打了电话 那个小小一是吧 啊 跟你说个事啊 这路边的这片地 你帮我跟我爸说一声 我打算全都买下来 啊 嘿嘿嘿 小一的声音马上传来 哎 好的少主 嗯 哈哈 今儿真是好日子啊 你看又有小喵 又有这地的 哈哈 哎 对了 他们好莱坞不是有什么名誉市长吗 谢谢 以后你就是这个天影的名誉市长了 就这么定了 啊 真的呀 大力 有你的 哼 唐木新是兴奋的 李念威呢 是微微笑道 少主办事 总是那么大气呢 说是要跟好莱坞对着干 就真的要跟他们对着干了 相信以少主的实力 绝对是不会比好莱坞差的 嘿嘿嘿 那是必须的 嘿嘿嘿 咱可是穿越着 就地球上那些大片 我随便选出来 都能选出离的吧 啊 不过 对呀 这第一部片子 该选什么呢 这这这是个问题 啊 洪大力是当即坐下 摸着下巴 开始思考起来 哎呀 这说起来啊 地球上的电影 那经典是真的不少 不过我没当过导演呢 也没写过剧本 这演戏也不是那块料啊 哎 有没有什么不需要这些专业知识的呢 啊 结果啊 他这是想了老半天 也没想出来 其实啊 这也不外 真不外 主要是这个电影 除了导演剧本演员之外 也就没别的了 洪大力如今呢 也就是这个演员资源 还算是不错 你看啊 武术动作 由木自萧 女角色呢 由理念 微堂木新 啊 林小一关键时刻 也能用上 但是这个导演剧本方面 哎呀 这随便搞些玩的呀 还还还能行 但是真要是想跟着这好莱坞对着干 那还怕是不够格 啊 好在 他不是一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 既然暂时想不出来了 成了 那就干脆不想了 直接是转移话题说道 算了 我也想不出来了 嘿嘿嘿嘿 那个 咱们还是先去那个天井山看看吧 啊 走着 走着 哎呀 这唐木新都怪哭哭了 没那么大的把握 你这叫人白欢喜一场 不厚道啊 还什么名誉市场 啊 不过呢 虽然这个洪的力这么说 啊 但是唐木新还是很放心的 这别的不敢说 洪的力就这运气啊 绝逼是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神党灭神的主 啊 这个天井这边 可能是干不过好莱坞 不过不排除一把大火 把好莱坞烧个精光的可能 啊 这有句话说的好吗 大力出奇迹嘛 唐木新现在认为 可以把这句话当做座右铭子 啊 这众人士继续前行 结果呢 正走到天井山外围的分叉路口时 林小义的弟弟 林沐峰居然迎上来了 啊 在他身后呢 这还跟着一个戴着小眼镜 啊 穿着这个青色中山装的老头 那老头啊 手上呢 还提着一个公文包 弄得红的力 看着老头是满脸的好奇 老头 您这是收水费呀 还是收电费呀 都收到这儿来了 我去 你们这公司不管呢 啊 也不怪 红的力这么说 啊 就这老头的模样 打扮呢 跟这个地球上收水费的 实在是太像太像了 林沐峰一听红的力这么说 是赶紧打圆场 哎 少主 这个呢 是我小学的班主任 王老师 之前呢 听说您在这边开了所学校 他就过来了 哈哈 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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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红的力啊 从这个大规备上跳下来 赶紧上拳去握手啊 那个 不好意思啊 刚才不小心把您当成收水费的 别见怪 别见怪 啊 这要不怎么说呢 红的力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这货 虽然是身为天津市的 头号纹裤败鸭子 是吧 但是对人这态度 真是叫人挑不出什么毛病了 这王老师是笑道 哎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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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过你 啊 行吧 那咱就不问在哪听过的了 反正啊 现在这个天津市 不知道咱名号的也不多了 哎 说起来 咱认识的老王头 嘿 变一对了 啊 不知道啊 嗯 这王老师遇到那个王师傅 会不会碰撞出激情的火花呢 啊 嗯 这时候 众人也都是下规的下规 下车的下车 啊 林小一走过来笑道 王老师 你好 您还是这么健康 这王老师啊 啊 看着林小一 笑道 啊 是 小一姑娘吧 啊 好久不见了 啊 好久不见了 这很快 一大群人过来打招呼 洪大利是奇怪的说道 那个啊 哈哈 那个 王老师 我冒昧的问一下啊 您今天来试试 哎 是这样的 啊 听洪大利提起 这王老师啊 啊 是有些心灰意乱 说道 这去年啊 我老伴过世 我这俩女儿呢 也不在身边 你说 我这退休在家的 一天实在是闲得 没什么事啊 就合计啊 找份打耕的活 刚好 遇见这个 沐峰这孩子 就过来看看 啊 他说到这 这眼里呢 满是希望 哎 大利少爷 您改的这个学校啊 能要打耕的老头不 啊 要是要 这个不过吗 是吧 啊 洪大利是想了想 那这样 您先等等 我得问问情况 啊 听洪大利这么一说 啊 老王头呢 顿时有点灰心了 想来就自己这把年纪啊 想打个羹 都没人要 实在是有点伤自尊心的 唐木欣呢 是有点这个忍不住了 偷偷的拉了拉洪大利的 这个胳膊 大利 你这想什么呢 你就收起呗 哎 别闹 别闹 我正办正事呢 啊 放心吧 一会就好 啊 洪大利是笑嘻嘻的 当即啊 洪大利是拉着这个林沐峰 走到一边去 小事的问道 啊 沐峰 这王老师的人品能力都怎么样啊 啊 说起来啊 说起来这洪大利办事 一向大气 不像是个收个打羹的老头 都磨磨叽叽的人呢 不过 林沐峰对洪大利的问题自然是不会拒绝啊 回到 少说 绝对是好人他 他教的学生 几乎都能记住名字 现在 每年还有不少工作的学生回来看他呢 人品 没得说 本事也不错 哎呀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教导主任了 只不过为人低调 又不怎么会 你懂的 所以一直就这样 不然早就当校长 哦 哦 哎呀 那了解了 了解了 哈哈哈哈 洪大利是登记走了回去 他笑道 我说王老师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这大羹的工作呢 我不能用您 啊 听了洪大利的话 王老师的目光顿时就暗淡下去了 有机无力的说道 哈哈 好吧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知道了 这说着说着 啊 就想走 结果呢 洪大利是赶紧把他拉住了 哎 您别着急呀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啊 呦 那 那 还有别的工作吗 啊 这王老师啊 一听到这个 好像是邻居大妈听到这超市大甩卖一样 来精神了 急到 要 叫我扫厕所也行 看宿舍也行 我就是合计着 能多看看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就就这个 哎呀 这洪大利顿时感觉自己太他妈不是东西了 早知道就不开这个玩笑了 所以呢 他是狠狠的吸了口气 其实啊 是这么回事 咱们学校吧 你看 什么都有了 教师 食堂 宿舍 包括卫生工人 啊 都都有了 就是 然后呢 他来了一个大转折 啊 我这吧 就是缺个校长 啊 您看这个 哈哈哈哈 听洪大利这么一说 啊 这王老师顿时就愣住了 说实话 他来的时候 就是合计当个打羹的 啊 这每天呢 看着孩子们 毕竟是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这冷不顶的身边没人了 那就是各种不习惯的 说起来啊 他干了这么些年老师 这社会对教师的待遇 那绝对是不差 再加上两个女儿 条件也都不错 他也算是小有积蓄 至少肯定不会被饿死 所以呢 他今儿来 压根就没指望赚什么钱 只要是不白干就行 哪怕一个月给他一百二百的 他也就知足了 可是任他怎么想 也没敢想说 洪大利性一下让他当校长 妈 这王老师这心情啊 一听说这个 有点激动 想到最后 一副痛下决心的样子 哎呀 还是算了 我这年纪啊 大了 脑子也不太灵广 再说我当校长也没经验的 毕竟都是为了孩子 要是真是误人子弟 哎 我这就算是将来死了呀 我也不静心呢 我呀 算了 算了 就给我个什么 把扫厕所的活就行了 啊 要不怎么说呢 啊 就这老一辈的觉悟 那就搞 这要是换成别人 就出那校长的工资 那还不得抢破了头啊 他越是这么说 洪大利呢 就越是看好的 笑呵呵的说道 哎 您老谦虚了 我还没听说过 谁一生下来 就是当校长了 没经验没事 慢慢练嘛 至少把这些孩子 放到你的手里 我放心呢 对不对 哎呀 这王老师啊 是抓着洪大利的手 狠狠的摇了摇 说道 哎 这个 还是算了 算了 算了 我就是想打个羹 啊 就想打个羹 就我这把老骨头 实在是不行啊 我就是听说呀 你这招的都是贫困山区的孩子 吃住学费全免 哎 这孩子们有疏念 那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是不是 哈哈 我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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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哎 听了这王老师的话呀 啊 洪大利是摸了摸下巴 那这样吧 您呢 您老先代理 是吧 当个代理校长 这总没问题吧 平时愿意呢 就打打惊 是吧 要是啊 不答应呢 就这个 传他事睡觉也成 反正是听您的意思 现在 也是孤家寡人一个 住哪还不是住啊 对不对 这这这道事啊 这道事 这王老师啊 是仔细想了想 那就这样 我就豁出去这张老脸了 先代理一下 哈哈 哎呀 大理少爷 倒是好心人 那肯定是有福啊 哎 好心人 等会儿 你这事算是给我发好人卡了吗 我不想失恋呢 好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新兰祥激工学校 就算是有了一位负责任的好校长了 洪大利对此呢 表示相当满意 嘿嘿嘿 登记是打了个响指 走着 咱们去看看去 嘿嘿嘿 哎呀 说起来呀 就这学校啊 打从开始修建 我这还一直没去看过呢 嘿嘿 走着 走着 这一行人 哪是带着几辆车呀 后面呢 还跟着大规玄武 再后面 则是一百多的警卫 这一路上 拍头 好比是国家元首出门巡查似的 浩浩荡荡的 很快就到了学校的地势 洪大利说的 啊 要建的这个新兰祥寄工学校 洪卫国帮选的地势啊 还是不错的 这是背靠着天井山外围 最外面的一座山 占地嘛 大约有个几万平方来米 这工人们正热火朝天的干着呢 这几栋主楼呢 这地基都打完了 已经是起了点规模 外面 则是好长的一圈 这个围墙 在里面 就是食堂宿舍之类的 要说洪大利这老爸 洪卫国 那也算是挺大气的 这么个学校 跟洪大利现在念书的这个天津学院 也不差多少 可是洪大利却是觉得啊 这不过瘾 这太不过瘾了 好歹是自己的地盘啊 哎 要不干脆修个更壮观点 给伸手是摸了摸下巴 洪大利呢 问着林小艺 要说小艺啊 这学校目前花多少钱了 啊 林小艺是回头 回哨着 目前才只是打地基和圈 各类建筑的位置 也就是教学楼主楼修的稍微快些 大约是花了四百多万吧 围墙呢 是八十来万 其他的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投入 啊 这实际上说起来 这盖楼啊 最贵的 一是地皮 二是内部的设备 光楼本身呢 是真没多少钱 要是按照正常人来说啊 那自然是一切都要节约成本的 那必须得省钱为目的 那你说这洪大利啊 是身负有大白家系统附身的 最要不得的就是节约成本 他这啊 还有一条这个主线任务没完成的 失败了 就得扣掉十点性能力 指数 这最要命的呀 是吧 这天知道万一扣掉了 还长不长得回来 所以 洪大利是果断的摇头 不够啊 不够 还不够啊 这个 不够 绝对是不够 呃 不够 太不够 你看啊 咱们这自己的学校 只是这么个规模怎么能行呢 哎 小一 你叫大伙先停下 咱们得改建 哎对了 顺便把那图纸给我拿过来 我得好好看看啊 洪大利是继续摇头 啊 听了这洪大利的话呀 王老师这身子是一歪 用颤抖的声音说的 我说大利少爷 您别告诉我 这学校要拆了重建啊 那得浪费多少钱呢 洪大利是挠头的 是啊 咱这要办的就得办到最好嘛 是吧 这个新兰祥的广告词啊 我都想好了 学嫖 啊不对 啊 不不不不 学技术 就到新兰祥 八千个床位不锈钢 三千个学妹 技术强 哎呀 这王老师啊 被洪大利的话吓的呀 一屁股坐地上了 拿着绝望的说道 大利少爷 您 您这是 技工学校的宣传语吗 哎呦为我的天 老头怎么晚节不保啊 晚节不保啊我呀 啊 啊 这叫什么话呀 啊 这叫什么话呀 啊 八千个床位不锈钢 三千个学妹 技术强 这听起来怎么就那么不正经呢 这王老师啊 明显之前就是个勤俭节约的人 啊 很快又指着洪大利是怒法冲冠的教导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 你这不是败家吗 你啊 啊 然后是垂着地啊 那啪啪 哭着的说道 我是昏了头了 我怎么想起来找你这么个败家子啊 啊 你动这一学校你开始就没好好办学呀你 你这就是纯粹的钱多了烧的呀你 你有钱没地方花呀你啊 啊 其实啊 也难怪他这样啊 这学校到现在已经花了快五百万了 结果洪大利一句话啊 就要推了 这换谁都受不了 尤其是这王老师还是老一辈的 那标准的知识分子 一辈子看过的钱 估计最多也就是几万块钱 洪大利这几百万不当回事 他没心脏病复发就算是身体素质给力了 啊 洪大利也没生气啊 充满感情的说道 哎 那个 汪老师 您看啊 我真是想一心的办学 让那些大老远来的孩子们有个好地方学习去 您看啊 我已经叫他们住宿啊 吃喝啊 学费啊 全免了 将来呢 还得给他们找工作呢 这学校当然是得弄的好点 门面吗 您说对吧 您老担心这个 哎 就就就是别担心了 别担心啊 洪大利这话 那说的算是有诚意 啊 王老师是坐在地上仰视着他 惊讶的说道 你 你真的会这么做 不是纯粹的为了败家烧钱 才办的这学校 洪大利是使劲的点头 当然了 我虽然是败家了点 不过办事 还是很靠谱的 真的 王老师是看了看 站在那个队伍后面的大龟 终于是缓缓的站起了身子 冲着洪大利说道 你可别骗我啊 这孩子们要是因为你耽误了未来 我 我 他说到这儿 忽然是声色拘力起来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我靠 看不出啊 您老还学过通灵之术呢 呵 还做鬼 哼 好吧 我就当你是义正言辞了 那 这正说话间呢 林小一带着一个工程师就过来了 啊 那工程师呢 戴着个安全帽 大概是四十来岁的年纪吧 知道眼前这人就是洪大利 赶紧是低声下气的说道 哟 大利少爷 您找我呀 啊 嘿嘿 对对对 那个 咱们这学校到底是个什么规模呀 有没有图纸 你给我让我看看 啊 哈哈哈哈 这洪大利是笑呵呵的问道 哎 图纸 有有有有有有 这身为工程师 盖楼没图纸 那就跟吃饭没碗一样 这人是赶紧拿出一个图纸的 找个地方给铺开了 说道 哎 大利少爷 就就咱们这学校啊 占地辽阔 有着绵延的围墙 现在有宿舍楼一栋 每房间的四个人 能住五百个人 教学楼一栋 可容纳一千六百人听课 大礼堂一个 开启这个全校的学生大会 容纳个一千人不成问题 哦 对了 这个学生宿舍呢 一个马上下两层 两千来点吃饭 应该是不会拥挤 塑胶操场一个 长四百 宽三百 绝对宽敞 篮球场的四个 还有这个室外游泳池啊 一个 占地六百来平米 夏天可以游泳 要是到了冬天 那就当流饼场了 啊 其实说起来 就这么个规模的学校 无论放到哪 那都算是最高规格的 别的不说吧 起码这高中肯定是足足的 但是那得是分跟谁说 要是别人 肯定已经觉得 哇 这学校屌炸天了 可是放在洪大利的眼里 不行 不行 啊 这未够格 哎呀 这这这这不够利啊 啊 我说不够利啊 这这太不够利了 洪大利是摸着下巴 这又左右看了看 这呢 地处进入天井山外围的平原地带 周围是一片空旷 想了想 干脆是爬到大龟的背上 手搭着凉棚的 这么一看 啊 然后看了看 就呵呵的笑了起来 他这越笑啊 那越是诡异 越笑 越是叫人浑身发寒 啊 等他笑了一会儿 下面差点是下到了一地啊 这会儿 终于是下来了 一张嘴 所有人都是惊呆了 哎 哎哎 我忽然有个好主意啊 嘿嘿 这这这这这图纸推了吧 啊 目前 先别动工了啊 等我重新弄一张图纸出来 啊 这 这 这 一听这个 这工程师彻底就呆了 大力少爷 这 这五百来万的地基什么的 就 就这么不要了 啊 先别着急啊 你放这就行 等我找专人来的 啊 这洪大力说着啊 就按下了手腕上的通讯手表 那个呀 是林初音最强科技宅 啊 送给他的 嘿嘿 初音呢 初音 哎 哎 喂 喂 有 有事吗 初 初音 这能能听到吧 啊 可以 这手表里 很快就传来林初音的声音 有事吗 啊 哈哈 有 有 有 啊 给洪大力啊 是笑嘻嘻的 对着手表说道 是这样 我呢 打算建造个高端点的科幻城 你现在有块没 哎 能来这吧 哎 对了 把笔记本什么的都带着啊 咱们这次干票大的 哈哈 如今洪大力这大白家系统已经是升级了 这后面花钱的地方多了 咱呢 就干脆是直接砸一个大点的科幻城出来 嘿嘿 肯定过瘾 嗯 好的 那 十分钟 林初音是挂了通讯 啊 这回 唐沐欣是疯了呀 大力 你 你疯了 科幻城 学校 这 这新兰乡激工学校 你要搞个科幻城出来 那得多少钱呢 这是免费的学校啊 我知道 那又怎么样 嘿嘿嘿 这洪大力是奇怪的说道 啊 这一次呀 所有人都惊呆了 那是真惊了呀 科幻城啊 还有林初音那个最强科技宅出手设计 这 没几个一扔进去 估计鸟毛都看不到一根吧 这是越玩越大呀 这个 啊 好歹 现在唐沐欣是知道了 在这个地球上 估计啊 是没几个人能阻止洪德利败家了 所以啊 干脆也就不问了 啊 只能是偷偷拉住林小一 小一姐姐 大力要弄这科幻城 你说 能有什么汇报吗 这可是不少钱呢 全下来都有好几个亿 而且 还不一定能够 要是一点收益都没有 那 那 这回啊 林小一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该怎么算去了 科幻城 这玩意儿可不是个小项目 而且 他也不知道洪德利到底要弄出什么样规模的呀 最后这俩人是想了半天 啊 又加上李念威 这仨人得出来的结论是 还是等林初音来了再说吧 目前来看 你一切都得看林初音是多的手笔了 啊 很快 低沉的马达轰鸣声响了起来 天蓝色 这长发扎成了双马尾的林初音是面色淡然的 从车上走了下来 来到了洪德利的身边 说道 啊 我到了 你说的科幻城 是什么 你来就好啊 你来就好了 这洪德利是相当兴奋 啊 拉着林初音就到了一个算是避风的小房子里 工程师 王老师 还有唐沐欣等一票人也全部都是跟了进去 啊 等这个林初音打开电脑 洪德利是摸着下巴想了想 哎 说道 嗯 就是那种 看起来跟那个啊 未来世界似的 就一个超级巨大的堡垒 你看怎么样 啊 这唐沐欣是一把就捂住脸了 大力 你 你是要造个军事堡垒吗你 嘿嘿嘿 那怎么可能 我想的是那种纯高科技的城堡 真的 说到这 他就想起来了那种钢铁侠的那种研究所 啊 进而呢 又想起了自己的大白家系统里面 可是明确的有个科技分支啊 现在必须得弄一个 不然的话 你说等到时候想搞这科技了 没个研究基地 那岂不是蛋疼吊死 对吧 嗯 可以 林初音是在笔记本电脑上 这哔里巴拉的一顿乱案啊 这很快就出现了一个3D的模型图纸 之后问道 有没有具体的要求 有 啊 有 这洪大利啊 是先指周围 就这 就就就就就咱来先圈一圈 这个钢铁的围墙 啊 这大门呢 就弄全息投影的那种星级之门 好不好 这工程师是一张嘴巴 哪张的呀 全头都能塞进去 大利少爷 全息投影 用在大门上 那必须的呀 洪大利是奇怪的说道 那不用岂不是浪费了吗 对不对 林初音呢 要是没有半点意见 啊 直接的在那个3D模型图纸上 画上了一圈围墙 啊 这好 这好 洪大利又看了 看那个围墙 然后问那工程师 那个是吧 您看 用不用在这个校门口里 各建一个翁城啊 啊 这 我 这 这 这 啊 这 唐木新的也都无语了 大利 你不是要造反吧 你 要说啊 这工程师之前学的呢 是土木工程的时候 最喜欢的 就是研究这个天国的古代建筑 这时候一听洪大利这个要求 狠狠一拍大腿 反正洪大利都疯了 他干脆 你就陪着疯吧 咬点 必须咬点 这 方言都出来了 接着 又指着那圈围墙说道 大利少爷 就就就这个啊 这围墙啊 太窄了 大利少爷 加宽点 咱弄可以在上面跑车的那种大围墙 然后 在角落里面 最好再弄几个塔楼 啊 就这 棒棒的 这回啊 啊 轮到这洪大利拍大腿了 嘿 好啊 这这这好 这好 嘿嘿嘿 好 一听热歌 啊 这 唐步新 李念威 林小一 林子轩 以及其他人都疯了 也都无语了 这王老师呢 一屁股坐到这地上 完了 这回完了 你们这是要建国中国呀 是要造反呢 我呀 啊 哎呀 我天哪 我他妈傻呀 我呀 我他妈跑这儿打经来干啥呀 我呀 哎呀 到时候再给我盯个叛国队 我这 我这后半辈子呀 哎呀 我这哎呀 林初音是哪管那么多呀 直接就开始修改模型了 啊 就先把这个围墙啊 弄成艺术的八边形 加高了 加宽了 这上面 弄到可以跑两辆车的宽度 之后 这大门处 弄成个门洞 啊 这里面呢 设计成十厘米厚的大铁门 就是上面啊 还带着那种旋转机关的那种 然后里面设置一个全息的投影系统 这末廉又问他 那个 要不要语音或者指纹识别系统 这个啊 这个 洪子力是多想说要啊 啊 问题是那样 就真就容易被人弄成造反了 啊 这误会让人赶紧是摇头 那那什么 那就不用了 安那些也不方便 是吧 咱就先意思意思 啊 意思意思 哦 林初音把外面这个围墙 是全部搞定 这众人看去 要是换成石头材质的 那就是在这围了一圈长城啊 反正大致就是这么个程度 你想去吧 啊 就现在这些人 干脆就不考虑成本的问题了 反正考虑那也是白搭 唐木新呢 干脆是在一旁 给出了主意 哎 大力 那个初音姐姐的研究室呢 那个山洞 啊 工程室 哎对了 那山洞呢 洪大力是问他 啊 那在在左边这边 啊 左边这边 这工程师啊 用手指着城墙的左上角 哎 入口就在这儿呢 啊 哈哈 好 洪大力是一挥手 初音 就把这儿啊 都给我连上 哎 再怎么设定一下 这是吧 他这想了想 干脆是说道 哎 对了 要不啊 咱直接把那山脚 这儿给全切下去 打根围墙弄成一体的 哎 对了 工程师 这这山体 结实不 结实 相当结实 就就这个绝对的石头结构 哪结实的不行不行了 这里面啊 就把这个山里面全部挖空了 都没问题 我去 这么给力 龚德利这回是真高兴了 这大白家系统里面 有科技分支 这里面呢 说不上有什么好东西呢 是吧 到时候再弄出个钢铁侠呀 高达什么的 这山体 就当是发射场 那最好了 所以 这货是果断的拍板 上 啊 这里面全部挖空了 到时候 咱就搞个火箭发射场 哈哈 好 好 这这这好 一听这个 众人都快哭了 王老师 巴达巴达 就开始掉泪了 哎 我的天哪 你这是要制造导弹 去炸谁家窗户起啊 啊 这还不是叛国吗 这个 我这老头子 我这半辈子 一生的轻语呀 虽然大家都很惊讶 说龚德利这么大的手笔 不过 很明显 这还远远不够呢 嗯 林初音是把这个城墙啊 全部围好之后 作为最强的科技窄 自然是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哎 德利 在这些围墙的拐角处 我想可以搭载一些炮台 哦 对了 就是超电磁炮的那种 就可以 这 这 一听这个 众人都不是哭了 那 快疯了 好 脑脑袋都炸了 超电磁炮 哎 这还要打炮吗 啊 嘿 我说 真的假的 龚德利满眼都是金色的小猩猩 这口水都差点下来了 你 你还能做超电磁炮呢 啊 电磁炮 很简单的 用两根导体制成轨道 中间放置炮弹 使电流可以通过三者建立回路 把这个装置放在磁场中 并给炮弹通电 炮弹呢 就会向前飞出 如果设备足够强力的话 可以把质量为300克的炮弹 加速到每秒约4000米 如果是在真空中 这个速度还可以提高到 每秒8到10千米左右 哎呀 这唐沐昕 李念为林小义 林子轩 反正是 都快快快快倒了 这已经倒的不行不行的了 老天爷呀 你们这是要做要塞是怎么的 这是学校啊 学校啊 大哥 没听说乃索学校说围墙上搭个炮台的呀 这打炮太强硬了吧 行 那倒是行 是吧 红大力表示 这个学校的围墙上搭炮台 毫无压力 问题是在于这别的方面 哎呀 你说啊 就是这个 呃 我们呢 在这个围墙上搭载炮台 就怕是国家不让啊 这种东西杀伤力很大的 大杀气啊 对吧 唐沐昕是说的 大力 你俩能不能不研究军火呀 这在研究的话会被抓进去的 啊 我担心的不就是这个吗 对吧 这洪大力 那是摸了摸下巴 忽然是双眼一亮 哈哈叫道 嘿 咬了嘿 这说着 洪大力冲一个狗腿子吩咐道 你 就是你 去外面 使劲喊一下回头哥 用喇叭喊 说我要找他 快去 嘿嘿嘿 要不怎么说咱这脑袋聪明 怎么能把国家安全局的这个回头哥给忘了呢 对吧 这种时候 必然得叫他出面啊 他出面 棒棒的 这囊狗腿啊 当即就出门去了 果然是不出洪大力所料 不到两分钟 带着这个墨镜的木回手 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呦 哈哈 大力少爷 你 找我呀 啊 嘿嘿嘿 我就知道 你就在这附近 来来来来 快来快来快 我设计学校呢 来来来 一起看看 哈哈哈哈 这洪大力是黑黑笑道 啊 说着 他指着林初音的这个笔记本 说道 啊 你看哈 这个是咱们学校的围墙 啊 大约高十米吧 宽六米 上面能用两辆车并排开 啊 哈哈哈哈 这木回手啊 啊 这嘴巴张的 能塞进一个拳头去 满脸的恐怖 问道 这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力少爷 我这冒昧的问一下啊 您这是打算建要塞呀 还是学校啊 哈哈 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学校的围墙 是这种规模呀 就算咱天津城这个监狱 都没这么恐怖吧 你这个规模大了点 大了点 对吧 工程师啊 一听这个 撇了撇嘴 太没见识了 在一盘小声的说道 这算什么 啊 这算什么 还有翁城呢 你都没见到 这木回手是说道 大大大力少爷 这个我还有个问题啊 得接着问一下子 那什么 就是您 莫非是嫌这政府给的待遇不够 这是打算造反的节奏吗 啊 说 说说说什么呢 说什么 我这是学校啊 学校 当然了 也可以换个说法 就叫新兰祥 学院都市也行 反正就要大气 牛逼 要狂拽 顾怕屌炸天 高端大气上档子 啊 要低调 说话有内涵 奔放洋气有深度 简约时尚 国际范 提莫团战 必须死啊 啊 不对 提莫不算 他这是稀里哗啦的啊 这说了一吐 反正是把这个木回手啊 绕的都晕了 不过总算是听明白了 大力少爷 您是打算用这个学校来败家吧 是好 打打 可是就是啊 这没必要弄这么恐怖的规模吧 你看光这城墙就得几个亿吧 这话说的没那么夸张 咱慢慢来啊 咱一样一样说 是吧 这红的力呢 哪是抽了抽鼻子 先把木回手的这个思路啊 拉回来 你看 壮观吧 壮观吧 咱要的就是个壮观 这个是我亲手达到的 之前我还没玩过这种呢 不对了 我呢老早就有个梦想 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建一个城市 到时候 我想怎么建 喂 我就这么建 嘿嘿嘿 啊 啊 啊 那 大力少爷 您这是打算玩那个什么 我是市长的游戏 对吧 就是你自己设计一个城市 哎 这这倒是不错啊 那那那您先说啊 您先说 哎呀 就等红的力要说完之后 他才知道 自己想的 太他妈少了 红的力说的 啊 是是是 是这样 他是一个这个构造 我跟你说一下子 啊 是初音 技术 是初音 啊 打算在这个呃 城墙上呢 搭载几门超电磁炮 哎 你看着办 好不好 哦 超电磁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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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不是你说啥呢 在这城墙上搭载超电磁炮 我的老天爷呀 大力超爷 您这是真打算造反的你啊 啊 超电磁炮啊 再再说呢 你从哪买那东西啊 据我所知就这东西 连美国都没造出来呢 你这在哪买的呀 你啊 你别别激动 激动什么 这个人就是好冲动 是吧 好冲动你啊 这个我刚才说了 是初音说的 这这不是我的主意 啊 是吧 对不对 这洪德利呢 是无辜的 总了总肩板 好好 哎呀 我天哪 那个初音小姐啊 那那也不行啊 这事干系太大了 我大力少爷 我回去请示一下 这样 大力少爷 您想设计这个城市 还是学校的 这没问题 那不过就是武器方面啊 我我做不了主 要不大力少爷 您您先等会 我这就跟上面请示一下 十分钟 不不 五分钟 五分钟我就给您回复 成不成 啊 您您您等会 先别做去做做决定啊 这这这这事 太大了 了不得啊